沙龙,丁赵慧,刘青,龙涛,逢七,奉蒋四爷所差,潜入君山寨,这叫打入内部啊,表面上投靠忠雄,实质上要协助智华,逃取君山。 现在忠雄整个蒙在鼓里,不但不警惕,相反特别高兴,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啊,你该半年的时间,我就增添了左膀右臂,从此我君山稳如磐石。 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他提议二次结拜,当然,这二次结拜当中可没有龙涛和冯夕,增添了一个沙龙,丁赵慧,柳青,这小娘都是侠客,世外的高人。 这段书叫七熊结拜,就在聚义分赃厅,圣牌艳艳,准备的相爱,七个人衣冠楚楚,全都跪倒。 一续年更,这回从牌位置,你们生年月是不一样,大爷沙龙,二爷忠雄,三爷欧阳春,四爷柳青,五爷智华,六爷展昭老嘎子,丁赵慧。 磕完头之后,又到内宅,见过大嫂康氏,军山寨,张灯杰才是热烈祝贺呀,六十四位寨主也赶忙来祝贺。 等磕完头,宗雄把大权几乎都给了智华和欧阳春,终日言有作乐。 这时候,到了粮根底下,宋朝的军队,慢慢往洞平湖靠拢,现在捷迹大军将近两万八千余人,炮口对准了军山,就等着智华和蒋平一声令下。 能智取,最好智取,实在不行,就用强功的办法,把军山收服了,好直对襄阳王。 中雄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啊,每一天照样饮酒作乐。 当然说,这一年的冬天,还特别冷。 冬天湖接兵接的挺厚啊,27,28,29,三天连着下了鹅毛大雪。 世界是一片阳带,外边那么冷,但屋里非常暖和。 在三十早晨起来,龙涛到陈启望,取了一封密信,是蒋平来的,偷偷送给智华。 智华打开一看,哦,今天晚上就要采取行动。 能不能收服中雄,能不能定平军山,就再随意了。 智华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那几位弟兄。 但对中雄不能加害,他是个人才,最好把他收乡。 有一线之路,也要保护他的安全。 哥儿几个偷偷一上衣怎么办呢? 在军山寨,很难下手,最好想办法把中雄转移出去。 请大伙人怎么转移,一是密酒把他灌醉, 二,利用流星的迷魂药饼,让中雄昏迷不醒, 失去知觉,这样才能把他逞走。 他不在的,对付军山别的人就好对付了。 但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呢。 那军山寨不是没人。 智华知道,这六十四位寨主当中有一半是怀疑态度。 是的,今天他们仍在怀疑。 能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呢? 看来不能不做万一的准备。 三十四个,哎呀,全山祝贺过年了,炮祝齐名, 智华代表中雄传起令箭。 不管前债,后债,左债,右债,中平债,热烈祝贺。 军兵全发瓶酒放肉,每人还给了二两白银的零花钱。 像往年吧,越过年节,越塑的越严,今年一帆常态,可以放假。 大伙放下刀枪随便吃喝。 当兵的管那个,操劳一年了,可见着钱,见着好吃的了, 谁不想舒舒服服过个年呢? 有多少军兵都说,还得说咱们军事,可多劈劈人呢? 不用站岗,不用放上,在帐篷里的暖活活一吃,这有多好啊? 没有这么个疼人的人,咱哪能有今天呢? 喝,喝! 他们就喝起来没完啦。 智华,看了很天气,烟云蜜木, 又飘起来雪花啊,知道,又是要下大雪。 他围着山寨转了一圈,一看嘛,钱把寨,都喝酒作乐呢。 一点警惕都没有,就是飞云关一带,有哨兵。 智华赶忙奔过去,跟这些哨兵说, 今天晚上不必放手,我自有安排。 弟兄们,都回去过年吧。 哎,就是说呢,我们早是关口和人把守,我已经安排人了,不必你们操心。 哎,哎,是,是,是,守官的军兵乐不得的回去过年轻。 这么大一座飞云关前八寨,无人把守。 是,守官的军兵乐不得的。 守官的军兵乐不得,他转回身,来到飞插太保,忠雄的寝室。 这哥几个斗带。 今天,要把忠雄灌醉了。 忠雄呢,其实还特别高兴。 屋里的赠名耍亮 赵如白昼 开始的时候 有仆人在这四方 后来叫志华都打他走了 就剩下他们七个人 志华忙里忙外 在这给满酒布菜 钟雄是居中而坐呀 大伙高谈阔论 谈论着军山的未来 谈论着将来推倒大宋朝 怎么治理这个江山社稷 钟雄是越说越高兴 只一高兴喝的自然多 一人敬一杯就是七杯 一人敬三杯得多少 酒量再大也架不出这种罐 到定羹左右 钟雄有点醉了 眼睛睁不开了 舌头有点发短 大伙一看有门 只要钟雄醉了就可以下手 再晚不能脱过二更天 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外的脚步声响 有人一条棉门帘子进了屋 这一进屋就一股冷气 蜡乌光一闪 众人也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进了个黑的个儿 头上罩着皮帽 身上佩着皮袍 外边都是青段挂尿 腰里夸得八糟 面如冰冻铁 有点连病乐腮的短胡子茶 俩眼本亮 满脸杀气 大伙一看认得 来者非别 正是前几天 襄阳王赵爵 派到军山的特别使者 叫飞刀大将助养 他是作为襄阳王的代表 在军山助导 人们看得清楚 为什么当然这时候派个特别使者 这就是监督忠雄的 为此忠雄是十分不满的 心说王爷 我对你一片致诚 你不应该对我不相信 在我身边还安插一个助影来监视我 要这样的话 咱们在共事就没有意思 我忠雄满可以督当一面 我不保你 我可以掌握天下 我非保你干什么 为这个事 他把心里的话跟在座的几个人都说过 几个人也尽量挑拨他与襄阳王之间的关系 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 这助影不用人报信 静止 就来到内宅了 他这一进来 冷风一扑面 忠雄有点清醒 一开始助影 这心里就咯噔一声 这是助影 来到忠雄的亲切 大帅 悲之日 有一件事情 要请示大帅 本来忠雄就对他不满意 一见到他就独心 忠雄沉着脸问 什么事 回大帅 据悲之所知 他刚想说 一看在座几个人就竖枕上听着 他把这话语咽回去了 在外 大帅 我想跟您单独谈话 能否 咱找个地方 不必 有什么机密还单独的谈呢 在座的都是我知心的朋友 他们就是我 我就是他们 有什么话 照直说吧 好吧 既然这样有什么 我就说什么 据悲之所致 大宋朝从各地抽掉了不少敬旅 现在已经围困了洞平湖 看这形势可不太妙 希望大帅不要掉以轻心 应当做好打仗的准备 另外 方才我在飞云关 转了一圈 发现连个哨兵都没有 前拔寨和寻武寨的军兵 都在研究作乐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怎么对付 大帅 你能出去看一看 主要 这是旧 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我怎么样安排 你无需要关心 不过你说这话 我心里有数就算了 走你的吧 大帅 我不能这么走 你 你不答应我的要求 不把军队部署好了 我绝不离开这 大帅 你马上传令得了 他那一笔忠雄 忠雄急了 把酒杯摔了个粉碎 指着柱影的鼻子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襄阳王叫你来监视我 对不对 莫非你还想取代 本帅不成 派不派兵 是我的事 我怎么布置 也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愿意在军山待着 你就待着 不愿意待着 你给我滚 滚 朱影的脸 气得铁青色 手指哆嗦 呃 好好好 钟大帅 既然你不听我的归劝 迟早你有后悔的那一天 我滚 我滚 朱影临走的时候 凶狠狠的 瞪了在座众人一眼 一甩袖子 他走了 智华心说 你看着没 今天晚上这个事 倒霉的倒在住营身上 这个小子 纯属是半脚石 不把这半脚石要搬开 对我们可不利啊 智卑想的是 假装上茅房 他跟出来 裹不出 智华所料 朱影出来以后干什么去了 到前八代 让军兵在雪地结合 该放上的放上 该手把关卡的 手把关卡 当兵的这个院子 这个骂 都骂朱影 酒刚热热乎 没等喝在嘴里 都不让喝了 肉刚煮好了 没等倒嘴 都不让吃了 这什么事 朱影安排好了 又到别的寨区安排去了 他刚走智华来了 人们向智华祖苦 军士 你们谁说了算你 你让我们吃酒 我们刚回到帐篷 这又变了 又不让吃了 智华一笑 各位啊 家有牵口主是一人 你们是听朱影的 是听我的 我是军士 他是军士 那您是军士 好 那自然凭我的 不必站好放上 回去照样吃酒 如果朱影怪下来 叫他找我 哎哎 看你那人多体恤的 走走走 回去喝酒喝酒 书说简短 朱影在前面 不知智华在后破坏 转了一圈 朱影白忙活了 回头一看 一个上屏没有 把朱影气得 呗呗直蹦 心说情况严重 我马上去禀报 襄阳王 这下他气早了 安家他不说 但说直话 转一圈回来 快二更天了 醒乌一看 忠雄在桌子上趴着 已经不省人事了 没有直话 那大伙不好 采取行动 就等他回来 欧阳春就问 兄弟 你看怎么样 敢下手了 让柳青 把迷魂药柄 掏出来 这迷魂药柄 贴在脑门上 人就失去直觉 不掀下来 这人呢 就得昏死 本来 柳青不使用这东西 今天情况特殊 纯属例外 在忠雄 泥王宫上 抹了点凉水 把发际给他分开 然后把迷魂药柄给贴成 贴完了 再按上帽子 药柄掉不了 现在这忠雄 你怎么摆了 怎么是 简直是个活死人了 想把忠雄转移走 不多给他穿点中线 冬着怎么办 就这样 给忠雄套了几件厚衣服 用被子包了三层 展昭出去 把大汉龙涛 夜行子 风漆给叫进来了 本来这两位 都是新扬州的班头 接着蒋平的信 特别请长夏前来帮忙的 临来的军山 蒋平都交代好了 叫他们干什么 他们干什么 因为两个人个也大 也有力气 展昭把他们找了之后 直话告诉 你们二位没别的 换班背忠雄 咱们赶奔陈其万 哎 两个人把家伙也带好了 头一个是龙涛的 把忠雄背在身上 本来这忠雄 拖儿就不小 在包上这么些背话 这大行李得多大 没劲还真背不起来 仗着龙涛 哥儿大力气足夺 冯夕在后的保护着 智华做了简短的安排 欧阳老哥哥 您算前不正印 先行官 拉出家伙 在前面开刀 展老爷 你在耳边断后 杀老哥哥 和柳德哥 是左翼 我和丁贤壁 是右翼 遇上情况 咱就得打呀 可切记 不准伤人 要杀的人 今后就不好交代 要想收忠雄 可就难了 我妈明白明白 马上行动 这六位侠客 驾着忠雄 就离开了内宅 赶奔前八代 一出门啊 雪就下起来 鹅毛大雪 这越下越大 北风四零 他们顾不得寒冷 脚下加饮 一口气就到了 飞云关 这飞云关 等于空关 没人手把着 很顺利的 把关门开发 他们就出来了 这指就到了 动屏湖的湖面了 连接下了几天大雪 积极很厚 他们探了一六雪线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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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 躺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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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ff咔嚓咔嚓咔嚓 cam ver 不好,有人 话言未落 但见灯笼火把量子幽俗 是照如白昼 一旗举起 对面五百多人 把道路给横住了 为首一人 正是飞刀大将 驻阳 这小子本来 打算回襄阳王府 向襄阳王禀报 他一算就这时间来不及了 我再回去 我再回来 那这两三天 金山肯定没有变化 早在半道 他又改变主意了 他跟左拔寨的寨主不错 左拔寨的寨主 叫铁刀大都督贺彬 他把心里话跟贺彬说了 这贺彬 也是襄阳王的人 听完之后 他就问 那怎么办 朱颖说得采取应急措施 你手下能管这多事 我才五百来人 就集合你这五百来人 你做万一准备 就这么的 贺彬赶紧采取紧急措施 把五百人集合起来 冒着风雪埋伏到飞庸观外 还真叫他赌队了 一下把北侠他们给赌上来 朱颖什么都明白 横刀拦住巨路 以横天打骂 站住 我是兴致的 你过来 你们想干什么 适到现在 就得把脸撕破了 已经没有必要说瞎话了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这话只好过来 哦 我当谁呢 飞刀大将在此呢 请你把道路闪开 让我们过去 呸 没那么便宜 我说你们 背的那行李是谁 里面是什么人 你们要上哪去 这个你管不着吧 钟大帅有话 你愿意在军山寨待着 就待着 不愿意待着 你滚 这不是襄阳王府 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注意啊 使食物者为俊杰 我不必向你解释 你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 明天 这就是大宋朝的管辖地界 你们就做了阶下囚了 你是反抗到底呀 你是急早归顺投降 就这么简短几句话 说的清清楚楚 住想全明白了 啊 这话呀 闹了半天 你们是宋朝的奸细 何恨忠雄 忠言逆耳 不听我的规劝 才有今日的下场 该 他自己找的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是襄阳王的人 咱们是水火不同炉 咱们是对头的冤家 我岂能放你们逃走 第一天 杀 这五百来人各晃刀枪 把他们几个人就包围了 智华还交代 别杀人 光伤他们的兵器 不准杀人 老哥哥 千万六神 太难了 这不杀人 怎么能冲得出去呢 后来欧阳春想 也只好按着字画就煮一办吧 他在腰里头 把链子截下来 欧阳春为了准备万一 腰里头缠了一条三丈六尺长的五金链子 一头戴着皮碗手 一头戴钩 他把钩挂在七宝刀的环子上 这家一轮起来 方圆就四杀 老侠可高声喊吓 我说各位啊 咱们可无冤无仇 有仇的靠前 无仇的靠后 我这七宝刀上可没戴着眼睛 要碰上你们可自找倒霉 老侠可说的这抖精神 往外闯 才展开一场血战 欧阳春智华几个人 带着昏迷不醒的钟雄往外闯 结果遇上了飞刀将助养 双方展开一场决斗 要说欧阳春这几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 手里有保家 闯重为本不费劲 但是今天情况有所不同 他们带着个大活人 还要保障钟雄的安全 最困难的还不准杀人 光能学别人的兵器 这玩意儿就难了 所以北侠今天也使出浑身的本领了 老仨个一转圈方圆就四丈多 你听那个声 碰上七宝刀 兵人就报备 欧阳春在前头冲开一条胡同 这些人在后他迎跟着 智华一看 行了 慢说五百人 一千人也挡不住 我们就平安能到辰起吧 但打着打着 智华心里头说声不好 好像没躺下 让展兄非听见 南侠以为他挂台了 你怎么了 展老爷 我想起点事 我就马上回去 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 无论如何 你们要闯出重围道 晨奇万 展昭不明白 眼睛瞪得挺大 你还回军山 干什么 哎呀 我们要想收降忠雄 起码得保障他家属的平安 他的家眷还在山里边 你没干嘛 祝影这下没安好心啊 一旦展开混战 忠雄家属要出了事 再想收他是势必争品 我得接忠雄的家眷去 你们先走吧 展昭已经可不是嘛 忠雄有儿有女 有老婆 一大家人讲 在混战之中 死一个 忠雄就绝不能投降啊 智华正说的点子上 所以南侠同情大理 点了头了 快走你的 千万注意安全 你们放心 你们先到晨奇望等我 众人打着咱们不说 智华一转身 进费用关 穿过前八寨 中平八寨 直奔内宅 到了现在啊 不冒险是不行的 随时随便 得把这条命打得住 安息他咱不说 咱单说忠雄的夫人康氏 今天晚上三十 谁不过年呢 上半夜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内宅之中 张灯悬彩 兴高采烈 仆人仆妇 穿梭不断 康氏挺高兴 儿子 钟灵 女儿 雅南 都守在自己的身边 准备包了饺子 给前院送去 夫人呢 还关照厨房 准备一桌精致酒席 然后呢 请这几位叔叔到这一同来饮酒 让丈夫高兴 这正张了 有个家人叫吴国北 跑来送信 夫人 今天晚上可能 可能要出事 这一句话 我抗设可吓坏 你怎么知道要出事 我觉得前山的气号不对 那个住影气冲冲的回去 就调兵去了 说是什么 跟我们老爷磕头 那几人都是宋朝拍来的奸细 人说宋朝的军队 这一两天就要打进军山 哟 康氏当时就太软到椅子上 再谈再报 哎 吴国北走了 半个时辰以后 又跑回来了 不然那可了不得了 我们大帅的秦氏去了 结果空屋一人呢 桌子上上去餐羹生饭 人都没了 后来我一打听说 咱们那叫拿行李卷 困着 出了费用官 不知上哪去了 那几个人果然是奸性 再探再报 经过四五回的了解 夫人这才知道 果然大帅 遭到榜样 这年还有过 内宅就乱成一团了 康氏夫人手脚冰凉 搂着一二一米 痛不欲生 我们怎么瞎了眼了 怎么结交上 智华这么一伙人 看这帮人表面上 文质彬彬 知书达理 闹了半天是人面 财狼咯 我们一家都毁到他们身上 这可完了 夫人哭罢多事 一讲 我们也得采取措施了 他把心腹的家人叫过来 总管家人叫吴果男 老头今年六十岁 是吴果伟的哥哥 内宅的事情 都是他 祖管圈圈 夫人有什么事 都跟他杀了 问吴果男怎么办 吴果男也哭了 跪在康氏面前 夫人啊 围巾之计 要保留后代 如果大宋朝的军队打进来 势必捡草出根 最好 让少爷先躲一躲吧 康氏一听对 老中介得留下后代根呢 他老着儿子中灵哭了半天 告诉中灵 我把你交给果男了 你跟着得一同逃命去吧 万一事情有变化 为娘还能活着 想法把你爹救出来 咱们一家人团圆 如果没有那一天 你千万别忘了 智华等人就是咱们的仇人 要想法给你的爹娘报仇才是 夫人边说边哭 小钟灵哭的鼻涕也多长 本来她不想离开娘 后来母亲翻了脸了 没办法了 带着金颜细软跟着无果男 可夫人又一想 我的女儿亚男 一直搭不走 虽然说将来她是外星人 也不能让她 为家里的事挨刀掉脑袋呀 她把姑娘交给了吴国北 也多待金颜细软 姑娘本来不走 她娘真生气了 没办法 只好忍痛离开 这夫人想好了 我是不走的 我就在这儿等着 要掉脑袋 活该就掉脑袋 无论如何 我跟我丈夫得死在一块 就这样 无果男无果北个儿俩 保护着少爷小姐 骑着马 走后山白骨岭逃命去了 夫人刚把他们打不走了 有人进来禀报 志华求见 这个人脸才狼 还有脸见我 他在何处 在门外等候 说有急事要见主母 让他进来 你们把刀剪子给我准备好了 看我的颜色行事 我叫你们动手 就把他千刀万划 哎哎 夫人身边还有十几个人 真把家伙都准备好了 这夫人把宝剑也准备好了 让他进来 志华进来 一看就明白了 志华赶紧攻身势力 扫夫人带上 小弟 参见嫂嫂嫂 呸 志华 谁是你嫂子 咱们从哪儿论她 你是我们 超敌呀 我的男人 哪点得罪于你 你如何如此毒辣 做出这种 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志华 我跟你拼了 志华心说 扫夫人这样辅述 在所难免 放在谁身上也是如此 所以志华并不反驳 等夫人辅入了多诗 志华这才说 扫夫人 您骂我也要 您打我也要 甚至您指使您手下人 把我乱认 分尸也好 我有话不能不说 嫂子 您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呢 那你就说吧 嫂子 您骂我是人面财狼 骂我是奸细 骂我是畜生 这都是误会 实不相瞒 我们确实是大宋朝的人 奉天子明昭 相爷唐运 打入军山 为什么要这么办 就要收响我大哥忠雄 使湖南洞庭湖一带的老百姓 不受涂炭 嫂子 您是明白人 您想想 我大哥 为什么要造反 您平时也跟我说过 我大哥也想过 他是为了一口气 因为想当年他进京赶口 文重近视 无重叹化 却遭到老庞吉的妒忌 在皇上面前动了一闻 说我大哥有这毛病 有那个毛病 将我大哥赶出京城 我大哥为了一赌气 烦了 但是您就没想想 那庞吉不能代表整个大宋 为了跟他赌气就造反 就动这么大的干额 这对吗 皇上是有道的明君 何况有开封府的包厢也辅佐 我大哥如果进京遍礼 不是没有说礼的地方 那何必走入歧途呢 就为了你赌气 就为了你一人一性 得使多少人掉脑袋 得使多少人遭涂 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遭到 按皇上的意思 要动几十万军队 踏平洞天窟 那时把我大哥抓住 你们就得护灭九族 得使多少万人 后来包厢也和钦差大臣 严叉散 联动了三本 皇上改变了主意 打算要收响我大哥 知道他是个人才 同时还答应给他做主出气 但是 我们再能说 想把我大哥说响 难啊 他也不能听啊 逼得没办法 日好潜入军山卧底 假意跟我大哥磕头 想法把我大哥架走 慢慢的再说服于他 其目的没有害你们一家的心 嫂子 你想想 我们这么做 有什么对不起你一家人 我们绝没有加害你一家人的意思啊 别看我哥哥架走了 因为不叫他离开宗定湖 这事不好办 这么大的军山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虽然把他架走 我们一定保障他的安全 小弟我为什么回来了 我想到嫂子和侄儿侄女 我怕在混乱之中你们受了伤害 我奉命来接你们来 其目的召集你一家人团聚 只要我大哥肯于归顺 愿意讲功赎罪 你们还是好人家 军山寨的免去多少人流血牺牲 糟糕 您是不是错怪了我了 那志华比我说的远道 啪啪啪啪成破厉害 什么缘由跟康氏一样 康氏这才恍然大悟 是啊 兄弟你可不幸骗我 你说的都是真的 志华哭同贵起来 嫂子今天是过年 离离三尺有神险 如果我欺骗大嫂 天地不容 叫我死到乱刀之下 起来兄弟 起来起来 我相信你了 你大哥不能出事 不能 绝对不会出事 我们夫妻一家人还能见着 能 您都包在我身上 但是有个前提啊 嫂子 如果大哥想不开 您得帮着我们劝一劝 千万让我大哥归顺朝廷 讲功不过 只有这条路是光明大道 好了 兄弟 实质上你哥哥这么做 我也不愿意 我整日替他提心吊胆 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也能错过 那我就一切以理 好 糟了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赶紧套车 我保护你们离开这 等一带军山收复 你们再回来也不回吃完 好吧 快套车 只划往左右看看 我侄儿和侄女 一晚还一步 我打破他们走了 啊 上哪去了 谁知你们安定是什么心呢 我怕你们捡草断根 我让吴国南吴国北 带着他们逃难去了 逃到哪儿 我也不清楚 哎呀呀呀 这话已经糟了 谁知吴国南吴国北 是什么人呢 一旦发生意外 就不好收拾了 糟了 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 不到半个时辰 估摸着走得不会太远 他们从后山走的 糟了 这么晚 您带着人 马上离开军山寨 赶奔陈启旺 就是后山十里地 在五科松 潘龙岭附近 你们一打听就知道 到陈启旺 咱们不见不散 我去找我侄女和侄子去 志华安排完了 冒着北风烟血 赶奔白云岭 还得说志华呀 想是想得细 心要粗一点 要马虎一点 这事还真就麻烦了 单说 吴国南 吴国北 两匹马 前的这匹马上 拖的是钟林 后边这匹马上 拖的是雅南 都穿着披衣服 他俩在股下 牵着身后 顺着白云岭的山路 往外跑 白云岭一共是十里 转出去呢 就离开军山了 也就到了平安的地方 上哪去呢 他俩心里也没说 这事就想着 早一点离开 是非坑 先到平安的地方 至于将来到 什么地方落脚 耳朵商议 可走到白云岭 悬崖峭壁这地方 吴国北不走了 他叫吴国南 大哥 你你你先别走 我有事跟您商议 呦 吴国南把牲口拉住了 这老头多少 还有点耳背 把脸转回去了 你说什么 你先别走 我有话跟您说 老头不知道什么事 把两匹伤口练在一块 跟着吴国北 离开了雅南和钟林 到没人的地方 老头就问 什么事 说吧 吴国北这小的 瞪着小圆眼一样 往左右看看 没人 压低了声音 哥 你想上哪儿去 带着小主人逃难呢 逃到哪儿去 我心也没输啊 反正走的越远越好呗 哥 你真是个实在人 你还没看着这个形势 老中介彻底的完蛋了 他们是属于朝廷的叛逆 按法 全家超战 护灭九族 把坟地都得抛了 还用问吗 周府县道 河路码头 画影图形 都得通缉严马 咱干这种啥事啊 将来叫官府查清楚了 咱们属于包庇 咱们属于忠雄的一党 都得跟着叼脑的 哥呀 您凭我的 不算咱没良心 这是事情头儿逼的 干脆 把这俩小助生 推到山剑里头 咱哥俩走 咱哥俩的吧 我数了数 带着金钱财宝 足够咱哥俩享受后半辈的 你说有多好啊 五果难一听的兄弟 说出这种话来 老头气得胡子绝多高 你 你干嘛不是人 你不是我兄弟 你 你网陪人品 主人和主母 对咱们天高地后真 我说你怎么点人心都没有 人家把一双儿女 交给咱们哥俩 是对咱们一百个信任 你说什么 你说咱们把他推下山剑 杀生害命 咱俩贷款四字潜逃去 享受钱 人还能干出这种事呢 你是个畜生 别吵着别吵着 行行行行 我不说跟您商议吗 你不听就拉到后面 你何必动怒呢 往后这样的话你不执着 跟我走 走走 吴国北眼珠转了转了 没话瞎说 吴国南气的 站了半天 这口气他喘上了 等哥俩回来 钟林呢 在马上下来了 正在那尿尿 这一冷还尿就多 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过头问 老哥哥 咱什么时候走啊 这就走 我脚都动目了 咱马上骑着 不得劲 有不得劲 那我就掺着你走一鼓了 天太冷了 来 我领着你走 他把这匹马交给吴国北了 他在头前领着钟林走 吴国北 牵着两匹马 还有那姑娘雅南 在马上骑着 姑娘本来心路就窄 遇成这种事 受不了这种打击 眼泪眼眠 一边走边哭 什么也顾不得 吴国北走着走着一看 脚下黑洞洞的 一眼望不到你的白云剑 拐过弯去 就叫南到梁子 无理地之后就离开军山 吴国北一想 我才不走呢 放发财的机会我不干 我哥哥这种人就是傻蛋 我要听他的 将来我得跟他一块两脑袋 哎 有了 想到这 他把手一松 把他的思想甩到旁边去了 孽族前宗 来到他哥哥和钟林的身后 也没打招呼 冷不定他一推 吹你一点 哎呀 吴国南和钟林脚下一滑 从山剑上就摔下去 吴国北这小子一闭眼 行说完了 这回摔成了馅饼啊 不怪我手狠心动 这是你自逃不去 亚南下的尖叫了一声 哎 他也顾不得亚南怎么跌了 先牲口就走 亚南想吓也吓不来了 吴国北这小子心里得意 嘿嘿 这回不但得钱 我还得人呢 这小丫头虽然年纪不大 过两年就长大成人了 嘿 背不住还给我当个媳妇呢 这个小子 丧心病狂是见利忘义 可惜钟雄啊 当年对他可不错 他是个装俱院的孩子 钟雄把他接到山上 好吃好喝好招待 让他们哥俩 一个当了大总管 一个当了二总管 钱随便花 东西随便用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他 这小子心就变了 你说他都想些什么呢 拉着一匹马他就走 亚南今年十四五 虽然不是大闺女 也懂这事儿了 他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 把他吓得混都废了 就知道不妙 说什么他也不走 我 我不去 吴国北一阵的奸笑 是什么 你不去 这阵你们家全完了 就由不得你了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要听说听道 环子骂咬 要不听你看 这是什么 真 这小子把尖刀拽出来 对准姑娘的心窝 看着没 我认识你 他可不认识 要压绷半个说个不字 我可扎你个套心凉 这小子把狼眼一瞪 要下狠手 正在紧急关头 贺妖狐智话 赶到 有俩人 那么说谁呀 正是老家人 吴国南 和小主人钟林 刚才说话的 就是钟林 说怎么没摔死 这真叫不巧不成书 虽然是万丈悬崖 但是因为年头多了 顺着那山缝里头 长出不少树来 其中有棵树 拐弯墨角的挤出来 好像一只大手朝天 是个婆罗形 正好在半悬空中 等着秋天金风一起 树叶子落得上 哎 铺的喧呼呼的 年复一年 这就形成了一个大软窗 你说有多巧 吴国南和钟林 正好掉到 扑罗松上 故此 他们俩减着性命了 你别看减着命了 想上 上不来 想下 下不去 动也得动死 恶也得恶死 主仆二人抱头痛哭啊 身丰绝地 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 智华在上面喊 钟林一平 是我武叔啊 我爹磕头的把兄弟 他顾不得一切 这才说话 吴国南心说 小主人 你不分好坏人了 这智华为什么要找咱们 无非是捡草出根 要叫他把你找着啊 你的小命就没了 咱们宁愿在这饿死 摔死 也不能跟他见面 故此 他伸出一只手来 把钟林的嘴给堵上 钟林 急了 咬了他一口 你干什么 上不有人了 还不把咱救上去 小主人呐 他可不是好人呐 咱不能上他的当 管的是好人 是逮人呐 也比在这儿逮着想 吴叔 快救我 智华这心才放下 孩儿啊 你没有危险吗 没有 这四分太难受了 孩子 你少等片刻 智华一想怎么办呢 下还下不去 他赶紧把狮子盼 接下来了 你看这十字盼在身上 这一缠着一扰 能有好几丈长 又从兜囊之中 掏出飞抓百炼锁 把它接在一块 还不够长 又拽出容身来 又接上 还不够长 智华把外衣闪了 撕得一条一条的 拧成麻花形 觉得挺结实 再接上 哎 这够长呢 智华把这绳索 从山头上 轻轻的细下来 一边细 一边说 钟林啊 把这绳索 拴到腰上 拴结实了 千万可变缓扣 要缓扣 可就出危险了 哎 我知道 就这样 钟林把绳索拿过来 刚要寄 被吴果男给拦住了 等等等等 小主任 等我说完话再说 他仰着脸 对上边说 姓智的 你个人面瘦心的东西 我家老主任 对你哪点不好 你为什么出卖我家主任 你是个奸细 没有你 我们军山落不到这种程度 我跟你玩不了 你想把我家小主任系上去 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你要挖 你要断根 我跟你拼了 我宁愿死了 我也不能让小主任 落到你手里 智华一听 他是误会了 还得做动员工作 话是开心所 智华在上面耐心的跟他解释 老哥哥 不要误会 我是好人 我来救钟林 绝无歹意 如果我要按照坏心 天诛地灭 我死在乱刀之下 你要少跟我白话 那坏人呢 最会说好话 你口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哎呦 可把智华给急坏了 这火是三起三落的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着急 还得按着性子 跟他解释 最后钟林不干了 你别白话 他都要把我冻死了 还死活 我也得上去 钟林不听他的 把绳巨的腰声 急结实了 这才说 我说 你快把我拽上去吧 孩子 把绳子握紧 别害怕 哎 智华 抓住绳子 几把 就把钟林给提上来 哎呦 把智华给疼的 把孩子抱到怀里 亲了又亲 稳了又稳 好啊 你退到安全地方 等着 我先把这老家人也救上来 这五果男不上来 智华又动员了半天 这老头半信半疑 也用同样的方法 被智华给救上来 智爷还不能揍他一顿 但这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上面之后 智爷又解释了半天 五果男这才变头 要真是那么回事 我也就放了心了 老哥哥 怎么钟林在这 雅南到哪儿去了 嘿 别提了 好一个狠心的吴国伟啊 就那细高条 尖下壳就那瘦子 那是我亲兄弟 比我小十二岁 这个小子 人面瘦心 比财狼还凶狠 我们主仆 就是被他推下来的 他携带金钱财宝 拐着姑娘 他跑了 啊 智爷脑袋嗡了一声 因为十四五的女孩子 落到歹人的手里 还有个号吗 他们跑了有多长时间了 半天了 你就顺着这这这 马蹄的样找去吧 我也不知他上哪儿去了 这样吧 老哥哥 我现在 就去追赶吴国伟 我把小少爷钟林 可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你带着小主人 千万莫回军山寨 因为军山不太平 说不定还有一场大战 怎么办呢 你背着小主人 赶奔后山 武科松 盘龙岭 陈启望 他爹 就在陈启望 我说这话 你听清楚没 哦 听清楚了 好 我拜托了 等我找着雅南之后 也到陈启望 咱们不见不散 好嘞 这话不放心了 又跟钟林 交代了一点 钟林说 你放心吧 吴叔 我监督着他 他背我上别地方 我不去 我飞上陈启望 找我爹去 这话告诉 吴国南 如果你口不应心 你要欺骗 我不去陈启望 将来我要找着你 我可对不起你 说完了 他们分手了 吴国南 真就背着钟林 赶奔陈启望 志华 顶着北风 踩着鸡血 是寻找雅南 这只这个天呢 四亮四不亮的 吴国北这小子 也有点累了 手脚也有点冻僵了 他牵着两匹马 拐着雅南 进了山下一片树林 掀缺了点树枝 拢了堆火 带着取暖 取暖之后 他把这包裹打开 检查检查 一筹 金条 金砖 金宝 大银宝 项链 手镯 戒指 明珠 哎呀 就这点往上变成现银 也得有十万二十万 那我这后半辈子打着滚花 遮着根头花 也花不完呢 我这点想干什么呢 找个深山老林 买块地皮 盖着个大院套 顾俩老妈 顾俩丫鬟 米面油盐堆积如山 再买点绫罗绸缎 我就想了福了 另外 这小丫头长得不错 现在是小 养了个三年二年的 他就十六七了 我再跟他拜那天地 哎哟 这小日子崩堤 有多美了 你说这小子 正在这休息 想美食的时候 志化干到了 当志化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把他吓得红不浮地 哎哟 志爷 我爷 你 嗯 当志化一把把他抓住 吴国北 你做的好事 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 你怎么能这样 报答你家主人 哎 吴国北这小子还想狡辩 但是 志化都摸来笔了 他狡辩有什么用 为了节省时间 志化把手伸出来 掐住他脖子 所以后把他掐死 把他扔到山沟里头 金银财宝 全都收拾收拾 这才扑奔雅南 雅南毕竟是个绊的姑娘 一看志化 吓得他 毗如筛康 认为志化不是好人 后来呢 志爷掐死 吴国北 跟他一解释 雅南就明白怎么回事 心说素日 我没短了跟我武叔见面 我爹 也赞成他的人品 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他为什么要出卖我爹呢 就这件事 他还不太明白 志化 也没工夫 跟他详详细细的解释 只是说 我召集你一家团聚 你爹你娘 都在尘其忘了 跟着我走吧 要听话 雅南点头 等志化 也飞身上了嘛 保护着雅南 赶奔 陈启旺 等他们到了 那个地方 日子都伤心 唠告唠告的 志化就发现 陈启旺周围 都是大宋朝的军队 大道小道 全部埋满了 港哨 志化 大报了自己的身份 宋朝的军兵 当然知道了 急忙到 陈启旺 给 藩江署 蒋 平送信 过了一段时间 蒋 四爷 乐着 跑出来 黑狐狐狸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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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等了你半天了 哎呦 四哥 这边的事情怎么样 一切顺利 就等着你来呢 这不 我去找孩子 行 我听说了 往里请 往里请吧 哥俩一边往里走 一边谈话 雅南在后边跟着 就来到 陆宾鲁英的家里 这成了 大聚会地点了 周围 也都是宋朝的军兵 人们把牲口接过去 把道路闪开 等进了屋了 这话一瞅 满屋都是人 北辖欧阳春 撇门金刚沙龙 白面判官柳青 二侠兵召会 玉猫斩雄飞 大汉龙涛 夜行子风夕 等等等等 众人都在 外间屋里头 还有钟雄的夫人 康氏 带着丫魂婆子 这阵的钟雄 仍然在康上躺着 眼闭着 在沉睡 他可不是睡 因为他头上 贴着迷魂药柄 这药柄没给他揭开 故此他老这样 为什么没揭呢 大家都等置话呢 等雅南进屋一看 吴果南 钟灵也在 母亲也在 一家人抱头痛哭 他们怎么哭 怎么说话 咱不必计说 但是说直话 道屋跟蒋平的一见面 四爷就问 兄弟 下一步棋 你看该当怎么办 四哥 还等我干什么 大主意 您拿吧 危机之际 把迷魂药柄 起掉 让钟雄明白 咱们把话跟他说清楚 哎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你同意 咱就这么办了 不过 咱可做两手准备 一旦钟雄翻了 怎么办 那咱对他可就不客气了 智华说不止 我再安排 安排 智华到外建屋 见着大嫂康氏 把成本厉害又讲了一遍 让他协助 做钟雄的动员工作 康氏点了头了 雅南钟雄也都同意了 他这才回到屋里 让柳青 把迷魂药柄掀掉 取了一瓢凉水 喷在钟雄的脸上 时间不大 飞茶太饱 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 叫做浑身怎么这么疼 稍微一动 脑瓜有点发沉 睁眼一看 眼前都是人 每个人都俩脑袋四只眼 他眼有点发黄 他赶紧把眼闭上 忍了那么一会 心中反来覆虚的思索 莫非我在梦中不成吗 怎么回事呢 啊想起来了 三十晚上 在我的寝室之中 摆了一桌便宴 跟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 饮酒 可能我喝过量了 人事不行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还有不少生人 正在这时 欧阳春过来了 哥哥 你醒过来了 口渴不 喝点水不 有点干渴 欧阳春扶着他 展昭把茶水给拿过来 忠雄喝一酒之后 有了精神 这只眼也不花了 更觉得莫名其妙 各位贤弟 这是什么地方 志华一乐 哥哥 您还被蒙在鼓里 实话跟您说吧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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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贺瑶湖毫无野蛮 把以往的经过讲出一遍 当他说明白之后 就发现飞茶太宝的眼 没力气来了 你 你 闹了半天 你们都是奸细 我跟你们玩不了 他刚想发作 俩胳膊被人夹住了 左边是 北下欧阳春 右面是铁面金刚沙龙 像两把铁钳一样 把他胳膊夹住 腰被刘青 给抱住了 腿让丁兆惠和龙涛给夹住了 忠雄有天大的能力 也施展不出来了 你 你们要干什么 正在这时 康氏夫人哭着 从外屋进来了 左手领着雅南 右手拉着钟林 三口哭成了泪来 来到忠雄进前 康氏就跪下了 老爷 你能不能听威气一句话呀 他哭着 把经过讲出一遍 当然跟志华相吻合 但是康氏重点讲的是什么 是成本厉害 你不应该造谈 让一家跟着你受诸恋 如今 宋天子是有道的兵军 打算向你招案 这是你立功赎罪 重做新人的好时机 难道说这条路你不走吗 你非把我们一家人带上绝路不成吗 这些朋友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你好吗 不然的话 你一个钟雄有什么了不起 把你杀了跟两个臭虫一样 何必费这么大的事 大伙拿你个当人了 你千万别不自量 志华也在旁边劝 话是开心所 最后把钟雄说的 把头逼起来 钟林雅南 跪在夫妻的面前 小钟林就说 爹啊 您别想不开了 我娘 我五叔 各个叔叔说的都对 您何必走到绝路上去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 那五国北 把我推下悬崖 好些没摔死 是我五叔之话 把我救的 雅南 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 也是志华就 最后把钟林感动的哭了 事到如今 我也没脸见人了 我是国家的叛逆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我还有何面目 活在世上 这钟雄啊 就想自杀 没有刀剑怎么办 想撞墙 你想有这么多侠客在面前 他能如愿得了吗 让大伙劝住 再三解劝 最后钟雄才答应投降 启示发愿 启示发愿 大伙的心才放下 这算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志华把蒋平给叫过来 哥哥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就是翻江书 蒋平 蒋泽长 三峡五一 我过命的好朋友 四哥 这位就是飞茶太宝 钟雄 哈哈 九文大名啊 今日一见 三生有幸 蒋某有理了 钟雄赶紧以礼相欢啊 心说这小错个子 别看 掐巴掐巴 不够一碟子 像个烧鸡似的 但这人足智多谋 惹不起啊 钟雄 跟蒋平见面 就好像多年的固有相似 蒋平就问 我说钟太宝啊 你投降归顺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老百姓 军兵弟兄 免遭多少涂炭 你算做了得了 可有一样 你投降了 落大的军山寨 一万来人 应该怎么收拾 四老爷 您放心 我已经想好了 这些人 都是我的弟兄 只要我钟某 说一句话 他们不能不听 如果你们相信我 让我回军山 我管保 让弟兄们倒戈 归顺 中雄 归降大宋 向各位 央雄表示 愿蒋公补过 同时还表示 要把军山六十四寨的人马 全部收乡 大家当然是高兴了 一只吃完了早点 大家陪着 中雄 以及他的全家人 赶奔军山寨 这会儿天已经晴朗 阳光刺眼 照到身上暖暖乎乎的 人一般的老百姓 大年初一 正拜年过喜日子 金山是一片蕭蕭 人心慌慌 中雄 左手领着儿子 右手领着姑娘 夫人在后子跟着 一家人是默默无言 其他的英雄 在后子跟着 谁也没说话 光听见脚底下 踩着鸡血 嘎吱嘎吱的声音 中雄望周围一看 全是大宋的军队 一杆齐下 鞠鹏人马 五杆齐下 一门大炮 前面是步兵 后面是骑兵 不用问 围着洞平湖周围 全都不满了 他深知智华和蒋平 没虎腿 如果不答应投降 无声令下 万炮齐名 要踏平军山寨 到那会儿的死都是人 想着这 中雄心里的暗自庆幸 可这次就到了 洞平湖湖面上 咱没说过吗 今年的湖啊 冬得早 冰层还非常厚 上面盖着厚厚的鸡血 远处就看着飞鸣关了 军山的旗号 照样还在上那插针 中雄一看 迎戳戳 飞鸣关上 还有自己的哨兵 在那焦头接耳 指手画脚 大概发现自己来了 中雄这心里也不太是滋味 心说 昨天我还是这里的一家之主 今天已经变截下之囚了 虽然说朝廷没答应处置我 那么将来这笔账能不算吗 哎 哎怎么的怎么的吧 世道如今之后平天由命 等到了飞鸣关了 各家债主 搂了兵 全揭出来了 大帅回来了 大帅 大帅 中雄冲他们一摆手 让他们把道路闪开 可这帮人瞅瞅中雄厚子的拆关队 有的不服气还直当脸 有的把头还低下 中雄不发话 谁敢动手 众人保护着忠雄 到了中平大廷的大教场 忠雄吩咐一声 来啊 传我的话 全体集合 六十四寨的人马全都集合 是 能有一个多十審吗 这人陆陆续续倒 哼呀呀 都集合 教场内外 全是军山寨的人 外围都是宋朝的军队 忠雄登上高台 往四外看了看 弟兄们 请你们放下刀枪 把手里的家伙全都放下 是 这兵器是蹲击如山 放完之后 宋雄开始讲话 弟兄们 你们可能 骂我一声是叛徒 也可能骂我一声 出卖了襄阳王 卖主求隆 也可能有人说 我是贪生怕死之辈 总之 我问心无愧 我忠雄为什么要造反 是因为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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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我名义上是跟襄阳王 诸连碧合 实质上 我们的目标并不一致 我是为了独口气 赵爵 是为了要抢夺宋朝的江山 他勾结宁夏国 出卖长江以北的土地 就冲这一条 我是一万个不同 但是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叫我怎么办呢 如今有了这好机会 我受天子明昭 愿意投降归顺大宋 可是我要说清楚 我绝不是卖主求荣 要享受荣华互惠 朝廷对我怎么处理 没做最后决定 我这就是认罪 就即使要了我这条命 也是自作自受 我绝不希望我的弟兄们 受了我的株连 如今拆官队 各位老爷都在 我希望大家表个态 愿意投降大宋的 我双手欢迎 说我不愿意投降的 也不勉强 我的库服之中 有不少金银财宝 你们随便拿 回到家去做个安善良民 但有个条件 不准你从我这走了去 投襄阳忙 如果那样做 要叫我知道 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你回家里三百六十行 干什么都行 我这话就算说完了 这样吧 愿意归降大宋的 请站到左面来 不愿意归顺的 请站到右面 大家分队吧 这些人一听啊 想什么的都有 有那不错的 就咬耳来 拿不好主意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 都站到左边来了 愿意跟忠行归降大宋 还有一部分犹豫 这部分犹豫的人也不少 能有五六千人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人群之中蹦出一个 忠求 一个无耻的 叛徒 事到了现在 你还给你自己抹粉呢 难道说你一个人投降 还不够巧的 你还要把弟兄们带走 你小子也太狠了 弟兄们 别上他的当 我们全是襄阳王的军队 可不能上他的当 愿意保王爷的 随我来 这家这个散门很够高的 在场的人听得真真切切 拆官队的英雄 再加上忠雄一架 顺声音一看 说话者非是旁人 正是襄阳王派往军山的特使 飞刀大将 助养 前文书咱说呢 三十晚上 这助养就找过忠雄 要个别谈话 他就发现 形势不妙 后来他领着五百多人 在湖面上 逐街欧阳春潭 结果也失败了 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 到点冲出去了 助养无计可施 一方面 让人非暴 襄阳王 另外 他在这组织人马 要重新反抗 但是就他这两下子 人情言为 号召力不是那么大的 很少有人听他的 把他急得指抖了手 等着襄阳王的人来吧 迟迟还来不了 其实他哪知道 周围都是宋朝的军队 襄阳王的人马能过得来吗 可是这小子还不甘心 他一看忠雄 要把人都给带走 他激进了 这叫狗鸡跳墙 他跳出来 蛊惑人心 打算留下一部分人 这个人就是这样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世界上 不管是好道 还是坏道 有道就有人走 助养 这番话果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他说完之后 有那么一部分人 就向他靠拢 整个这个队伍 就有一些洞大 蒋平一看不好 我这小子纯粹是半小时 他到了欧阳春进前 敲着脚 跟欧阳春说 好喝喝 当断不断避留后患了 对这号人绝不能心存面容 把他卡住 嗯 欧阳春点头 老侠可暗中把七宝刀拽出来 这助养在人群之中正白快 愿意留下来跟我来 我带你们上襄阳 王爷绝不能亏待你们 正在这时 欧阳春突然喊了一嗓子 主养 而 羞得猖狂 你看这是什么 这一嗓子跟闷雷相似 主养甩脸一看的时候 欧阳春是七宝刀就出手了 因为离日一晚 欧阳春把他跑了 把七宝刀撇过来 正好助养回头一看一功夫 刀就到了 人头看乱 没等宝刀落地 北侠飞身心跳过来 哎 把刀接住 飞起一脚 把死尸登倒 就这活干的是干净利落 跟闪电一般 在场的人无不精彩 欧阳春把眼一瞪 停他 你们在场的哪一个愿意跟着助养 谁愿意留下保湘羊帮 说话 我看 谁说来的 全傻眼了 有那动摇的也站到了左面 蒋平心中暗笑 嘿嘿 看来就得软硬 尖尸 光软的也不行 光使硬的也不可以 简短接触 北侠飞刀斩助影 有不愿意的 也不敢扎字 很顺利的 收响了熊山六十四寨的人马 众人回到中平大厅 把宋朝的几位总兵官接进来 驻扎到军山寨 原来的人如何改编 怎么处置 那得听朝廷 志华跟蒋平 马上派人请示了钦差大人严查伞 用六百里夹击的速度把折本飞报东京 任宗见着折报非常高兴 立刻做了提示 忠雄 归降大宋有功 嘉峰他为洞兵 留守使 嘉峰铁门金刚 沙龙为君州 阻兵官 配合忠雄 镇守 军山寨 旨意一到 众人皆知 宣读之后 这些人就得走马上任 忠雄那是个临时的官 在军山不动 为留守使 可是沙龙呢 为君州的总兵 老侠可有点不痛快 找蒋平和志华 二位贤弟 我上了年纪了 我怎么能胜任得了 我看还是另找旁人 哎老子 您怎么这么糊涂 这是皇上对您格外的信任 嘉峰您总兵 您可不能推辞 抗旨不遵 什么后果 您知道吗 另外您还不明白吗 皇上用心良苦 忠雄刚被收编过来 究竟能不能动摇 有无其他变化 朝廷心没点 特派你为总兵 配合他镇守军山 无疑起个监督作用 这也是个战时的 等将来一切事情都平稳了 您实在不乐意居观 再向皇上提出退旨 不也可以吗 那好吧 老四 这事可交给你了 我展示代替刑 长了我可干不了 行行行行 这多了个总兵官 原来军山寨的人马 全归杀龙批调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 转眼春暖花开 东平湖周围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跟没发生其他事情一样 众人在军山寨盛牌宴庆功 下一步毫无疑问 要攻打襄阳 捉拿襄阳王 大破冲销楼 给白玉堂报仇 这一天人们正在大厅高谈阔论的时候 可了不得 吴昌复来人 一进大厅 嗓子都喊得差了音了 四老爷们 四老爷 您在哪呢 蒋平吓得把酒杯都掉地上 他一还认识 公管衙门的姓朱 叫朱三 是个小童 蒋平认识他 知道没事他不能来 四老爷赶紧迎上去了 猪头 我在这呢 找我有什么事 哎呦 四老爷大事不好 公管出事了 什么事 快说 昨晚上 钦差大人 严的丢了 你说什么 大人 失踪了 哎哟 蒋平 惊叫一声 好像没摔倒 赛场的人 全都傻眼了 把朱三给围住了 七嘴八舌地就问 怎么丢的 怎么失踪的 究竟怎么回事 你等我慢慢说 他是这么回事 在最近一个时期 大人身体不太好 有点跑肚 拉力 一天呢 不定得上几回 茅厕 可这只是找郎中志 也不见效 所以昨晚上 大人肚子又疼 就这样又上茅厕了 我们大家在外面保护着 可左等 大人也不出来 右等也不出来 我们着急了 把茅厕的门开给你看 大人没了 就这么丢的 哎呀 真是一波不平 一波又起 蒋平那火大了 蒋平说这么大了 我马上赶回武昌府 临行之时 把君山寨的事 就托付给铁面金刚沙龙 和飞茶太宝中雄 详详细细做了交代 沙龙和中雄一起表示 老四你放心 你顶管办你的事情 君山寨万无一事 其他的英雄 全跟着蒋平赶回武昌公馆 一进公馆 酸天属乳方 彻底属憨章 穿山属徐庆 三个人接出来 这徐庆啊 一见蒋平 就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我小三 你哪儿去了 咱们登面把大人看 比如这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办 蒋平那火大了 冲着徐庆 呸 就吐了一口 你还有两根我说的 你是干什么的 哎 你吃着国家的俸禄 你是干什么的 难道我会分身法吗 我在军山 还能留一半在武昌吗 你们怎么当年把大人给我看丢了 到底是什么回事 卢方啊 也搅着心里头难受 老四啊 你先别发脾气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跟朱三说的一样 哎呀 我大哥呀 我说你们俩什么好呢 你上了年纪了 干别的干不了 兄弟疼你 把你们哥几个留头公馆 保护钦差 可这活你们还干不了吗 啊 重活我们干 危险的事我们去 让你们稳稳当当看家 结果你们怎么样 连个家你们都看不住 你们陪我是大人 你们陪 想陪个真急了 卢子也听 好好好 我陪老四 愿哥哥无能 卢方拉刀 要抹脖子 韩张 要撞头 徐庆不想死 蹲得强嘎嘎嘎嘎嘎嘎的 晃得大黑脑袋 还有点不服气 哎呀 众人一看这何苦 大哥 二哥 别别别 就这么劝着 两个人 才没自上 欧阳春呢 就说蒋平 老四啊 你一向温和 今儿个怎么了 那脾气怎么这么暴 哎 老哥哥呀 不当家 不止柴米贵呀 你说这这这 叫我们向朝廷 如何交代 大人肯定是出了事了 那你得详细问问 怎么丢的 对 蒋平强牙怒火 先到厕所那转了一圈 他发现厕所有后窗 为了透空气 这窗是开着的 肯定大人是从这丢的 他又问卢方韩张 厨师的那边 你们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卢方这才说 老四啊 让你这顿渣伙 把我都骂糊涂了 诶 诸三报信去走了之后 我们又详细的侦查了一番 后来发现一份质检 在茅厕的房上 用一块石头压着 是吗 你怎么不早说 快拿来 诶诶诶 卢的爷多里多嗦 到自己的屋里 把抽头拉开 他自己拿出来 第一个讲评 欧阳春展昭志华 众人全围拢过来关桥 那小字写的还挺漂亮 上面写着四句话 头一句 审问刺客 太不明 第二句 中间改路 保朝廷 第三句 原位弃案 投明事 最后一句 盗走大人 为何情 蒋平 扑了扑了脑袋 又重念了一遍 啊 审问刺客 太不明 中间改路 保朝廷 原位 弃案 投明事 盗走大人 置画插画 四哥 我知道是谁了 这是一首棍顶诗 您横着念 这四个字 神众 元 大 在场的众人一听 帅 把目光全都落在刘青脸上 为什么 谁都知道 刘青 亲师兄弟三人 大师兄 云中鹤 魏珍 老二 就是他 老三 就是小诸葛 沈中原 他们 仨人 同堂学艺 都是九头狮子 干报之徒 蒋平 也知道 蒋子也心说 沈中原 我们三峡 五义 没得罪你 而且 我跟你二师兄 是莫逆的交情 多头之后 你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 给我们眼里 茶棒锤 把大人给偷到走 你安的是什么心 你想要干什么 四爷想着这儿 冲着柳青 嗨嗨嗨一笑 兄弟 公是公 私是私 可 休怪 四哥 我不客气 来人 把柳青 给我拿下 四哥 我冤 我冤 四哥 不干我的事 沈中原 是你师弟 那是不假 你是他师兄 抓不着他 拿你顶上 大伙一看 蒋平啊 气疯了 这不是胡来吗 赶紧过来解劝 柳青也直解 四哥 师里没我 干里没我 我跟你们形影不离 这这跟我有什么干系 你何苦拿我撒气 嘿嘿 我告诉你 留情 我们不把沈中原给抓住 不把大人请回来 这个事绝完不了 可要抓不着他 讲不了说不起 你就得去那倒霉鬼 我绝不能跟你上罢 干凶 翻江淑 讲评 于贺妖狐之话 看完字简 这么一揣摩 这才知道 是一首藏头诗 这诗啊 虽然不太高明 好像顺口六差不多 但是说得很清楚 一肚子怨气 说沈温刺客不太明白 他有心保朝廷 可能因为某种误会 没达到墓地 一毒气把大人给偷走了 横着一面 沈中原道 这才知道 道人的这个人 作案的是沈中原 您还记得 咱们前文书说过 有一半叫双行刺 邓车和沈中原 赶奔公馆行刺 沈中原就想弃暗投影 他出卖了邓车 暗中帮了展南侠的忙 把邓车给抓住 沈中原的意思呢 我帮着你们的忙的 你们得感谢我 把我请到公馆 从今以后 我脱掉贼皮 我走正道了 哪知南侠粗心 没领悟到沈中原的用心 光带着邓车走了 把沈中原这茶甩到旁边去了 沈中原就误会了 哦 你们三峡五义 眼里没人了 你认为江湖上的 都是陆路之辈 合着我白咋唬了 既然你们瞧不起我 就休怪我无情 迟早 找个机会 我叫你们三峡五义 栽个大跟头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这不利用群雄把精力 全集中到军山的机会 抽空进宫馆 把大人给偷到了 将来见着沈中原怎么解释 那是后文 他先不提 单说讲平 看完之后这火大了 看了看身旁 站着白面盘官流青 蒋四爷一把把柳青的衣领子给耗住了 姓刘的 官司你打了吧 来来 把他给我说起来 大伙一看蒋平疯了 我四哥 四弟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知沈中原跟柳青什么关系吗 柳青 你自己说 柳青心里这个不痛快 我四哥 你撒手行不行 你怎么想封口刺 沈中原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叫你说说 你跟沈中原什么关系 那我说 我说 我们是一师之徒 我们一共 师兄弟三人 我们大师兄 云中鹤魏珍 我是老二 沈中原叫小猪鹅 是老三 我们是九头狮子干报的徒弟 不就这关系吗 哎 这就对了 既然你们是一师之徒 他干了这事 你就得受点株连 我现在怀疑 师父 你在里头给他卧底 你们俩一合手 干的这个事 我告诉你 刘青 你别觉着你什么事没有 你得代罪立功 抓住这个沈中原 把大人请回来 大人要有一插二错 我拿你试问 其实蒋平说的 也不是一点理也没有 刘青连忙点头 好好 四哥 好好 我一包到底行吧 请不回大人 抓不住沈中原 你就拿我试问 拿我顶帐行了吧 那行啊 我你你你 你先取个宝 我怕你溜了 哎呀 欧阳春一笑 我老师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开玩笑 你叫他走 他也不能走 还用得着什么宝人 哎 都把我气糊涂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得好呢 我说各位啊 咱们在座的 有一位算一位 这么大的事情 谁也不能袖手贪官 从现在开始 咱大家分拨 分批 寻找大人 捉拿沈中原 大家呢 可以明察 也可以暗访 人数不限 谁跟谁不错呢 就一伙 谁跟谁对劲 就一帮 现在咱们就分头行动 不知各位 看看我这么安排 行不行 行 就这么的 就这么的 就这样 撒一群俩 一会儿 离开武昌府 寻找大人 同时规定好了 不管哪一波 不管是谁 只要把大人的下落 探亲 回到武昌府来送信 这家里留下谁呢 就留下彻底属 韩章 付总责 韩章不干别的 就负责总联系 那么别人走了 咱不说 蒋平跟柳青一伙 柳青还不累 跟蒋平在一起 烦他这人事多 蒋平是狗皮膏药 把他给贴上来 你不乐意 没办 你是犯人 我是官人 我得压着你 我怕你跑了 你跟别人一伙 我不放心 谢谢谢谢 四哥 谢谢 你这套我太懂得 我一定把大人给请回来 请不回大人 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那当然了 我能饶得了你吗 我还告诉你 这一路之上 所有的花费 得你掏 我是分文不能忘理大 好好好 我认倒霉 所有的钱 我包下了 他们俩人离开 武昌府 哪找去 柳青一算计 沈仲元 有几个落脚点 我先领着蒋平去找 结果到一处 扑空一处 谁也不知道 这个沈仲元上哪去了 后来柳青和蒋平 真上了活了 把四爷急的嘴唇也破了 上牙唐也起了炮了 哎呀 这这这这这这小子 莫非钻到石头缝里头了 柳青啊 你说他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四哥 我尽到全部能力了 那你逼着我 这不管 姑姑都要孩子了 我也没辙任 蒋平一看 这也是真的 误打误撞吧 瞎找吧 这一天 他们就走到儒家林 这村子就在前面 可巧 乌云密木 咕噜一个雷 哗 雨下起来 他们身上 没带着防雨的工具 都嚼湿了 柳青和蒋平五只脑袋 往树林里跑 打算在这树根底下背背雨 等进了树林一看 有个牛鬼 轰着一群牛正好挖外走 因为雨小型啊 这雨大了 树林里也挡不住 但他们发现 这个小牛鬼 与众不同 小哥不大干巴巴的 比蒋平还挫了一块 那青筋都一根一根的 高全国缩腮帮掀下壳 窄脑门 虚黑赞亮 一对小圆眼睛闪着光 满脑的黄头发 苏着抓紧 上身穿个麻布砍尖 底下大裤头光脚丫 那手跟老公爪子似的 蒋四爷一看 好像没乐呢 听说这天底下的小孩 还有长这么难看 整个雷公崽子 这个小孩呢 也看见蒋平和柳青了 柳青是个白胖子 面如喷穴 块头挺大 蒋平干巴巴的 跟柳青在一起 就好像大人领着个孩子 似的 仔细一看 还有狗游户 所以这小牛鬼也乐了 听说这天下的人 还有跟我长的模样 差不多的 他哄给群牛 就进了村子了 可说话的时间 这雨就不那么大了 蒋平跟柳青 在牛群的后头 跟着也进了村子了 你想这个山村 那路面能有多宽 也就是并排 能走两辆车 这几十头牛 这一进村子 这道路整个就堵上了 虽然说不那么下了 这雨还不小 从对面呢 来了十几匹马 马上都坐着骑手 为了早点到家 不被雨交 心也挺着急 正好鹰面跟牛群 碰到一块 这骑马的人 也不会说话 为首的有个公子 骄的跟落汤鸡似的 把马鞭子一晃 对这牛鬼说 你他妈瞎了眼了 快给爷爷的道路闪开 快他妈躲开 这小牛鬼一听不顺耳 把脸扬起来 你说什么 我他妈叫你把道路闪开 你没看到大爷我来了 我也是大爷呀 你怎么不敢 倒给我 闪开 你他妈的咋 我什么 好小的 你跟我妈妈的 我抽死你 啪 照这牛鬼就是一鞭子 牛鬼急了 往旁边一闪身 望上一扑 把骑马这公子的脚脖子给抓住了 你下来 哎呦 他妈哭动 把这公子就给拽下来了 公子后边带着十多个保镖呢 你干什么 你想打什么 这些人 从马上也跳起来了 无妄想一围 把牛鬼给围住了 哪知这个牛鬼 力大绝论的 抓住一个 啪一睡 就是一六鬼 把脚抬起来 一脚 就蹬出俩去 最可笑的 抓住一个 揉一扔 啪 从墙头这边 扔墙头那边去了 这还不说 他抓住少爷那脚脖子 始终没撒手 这一使劲一鸣 哎呦嘎巴 把大锤给鸣舍了 当时这个少爷就昏厥不省人事 有的人呢 就跟这牛鬼说好话 哎 算了算了 一人怕了 一人也就是了 我们少爷都要没命了 你还不撒手 这牛鬼想了想 把手松开 算你们 捡个便宜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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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着牛他过去了 就这件事 柳青和蒋平 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 柳青一说不 啊 四哥 没想到山村放牛的牛鬼 有这么大的力气 可不是咱们 真神力耶 不过你看见没 这孩子可闯了祸了 打人家一拳 防备人家一脚啊 人家能玩吗 你没看出来吗 这帮人穿丑果断 骑着高头骏马 肯定家里是有势力的 可不是 也不知这孩子是谁家人 可又没他们俩的事 他俩没什么 眼瞅着 被打的这帮人 缺缺点点 参加的这个少爷 一窝风水的跑了 奔正宫下去了 那小牛鬼回过头来 看看柳青 愁着蒋平 嘶牙一笑 然后哄着牛 进了一个大院套 等平静了之后 蒋平跟柳青 找电房 结果这地方太小 根本没有电 俩一想 就是雨不下的 天也黑了 咱得找个地方 安身 哪家去呢 顺着街上 他们来回一溜 发现有一家 比较阔气 黑门楼 台阶 两溜 说马十 大概是财主 要投诉啊 就得上这样的人家 蒋平跟柳青 脑袋 卖步上了台阶 可还没等着叫门这时候 就听里头门栓一响 有人弹嗽了一声 把门开开 我看看 自流光荡 门开了 有两个家人提着灯 从里边出来了 在后边 跟出一位年迈的圆外 别看这圆外上了点岁数了 体格可挺大 昏肩膀厚胸膛 赤子肉都翻翻着 头顶撕冷圆带金身穿 对花圆外袍 腰劲着丝涛 笔筋掖在上面 怕见着泥水 花白居然散满千辛 浓眉大眼睛 咳嗽一声 跟敲钟似的 这圆外出来 站在台阶上 往街面上看 哎 天到这般时候 这个小冤家 怎么还不回来 袁美 被不如他把牛送的牛圈 一会儿就能回来 您放心得了 要实在放心不下 我们派人去找找 那也好 找找他吧 想评一听啊 哦 大概是寻找 刚才放牛那小牛管 可这时呢 这个袁美爷一转身 正好发现 蒋平和刘青 袁美一愣 我这门楼怎么站这么两人 蒋平一刺牙 一躬到地 哎呀 袁美爷你好啊 小可这向里一过去了 哎呦 活里活里 不敢不敢 您有事吗 我说袁美爷啊 我跟这位啊 外出办事 错过了速投 您看 天赶这种天气 把神圣都焦透了 怎么办呢 我们打算借宝宅 借宿一宵 明日临行之时 多给钱 不知袁美爷 可不可以 啥个方便 哎呀 说的哪里跨来 我家空房甚多 如二位不写死的话 只管请敬就是 多谢 多谢 哎呀 您这人真好说话 说话间 他跟柳青进了院了 家人把门关上 这袁美很懂礼貌 把他们请进配方 灯光掌上 让这个家人们呢 吸了壶茶了 袁美爷还陪着 在这仙谈 不过借灯光 这个袁美仔细打亮 柳青笑貌堂堂 背着把刀 想凭聪明伶俐 也带着家伙 不是一般的人吧 袁美满脸陪笑 就问 敢问二位 仙乡何处 尊姓大名 嘿嘿嘿嘿 这位啊 是我一个好朋友 这个古楼的人 姓柳明清啊 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 叫白面判官 我是他一个哥哥 祖居金灵的人士 后来到了悬空岛 陆吉庄 人称武蜀 又称武艺 我排行在四 人送绰号 翻江蜀 蒋平 是也 蒋平是武艺之中 这么一说 这圆外问题就站起来了 哈 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翻江蜀 这位就是陕西侠刘青吗 啊 莫非您听说过吗 哎呀 何止听说过 咱们是一家人哪 真是佛爷引路 把你们请到我这来了 那么敢问老园外 尊姓大名 我姓鲁啊 我叫鲁忠贤 人送绰号 铁吉匠 哎哟 落了半天是大哥呀 哈哈 大水冲了 鲁王庙了 大哥请上 受小弟一拜 提起鲁忠贤来 颇有名气 江湖上圣传 辽东六老 是六个人磕的头 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 第二老北下欧阳春 第三老大刀镇陕西 严正方 第四老就是这个卢帝 卢中仙 第五老翻江海马上军义 第六老是浪里 拨条十万亏 这六个人还聊得些吗 但是他们没见过卢中仙 今天一报名 知道了 人不亲 一亲 一不亲 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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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亲 祖师爷亲 门户还亲 都是上三门的 可况也不止听欧阳尊 介绍过一侧 卢中仙 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 二位贤弟啊 树哥哥 十里了 不应该把你们让到这样屋里 来 请进上方 这回改了 到上方了 卢中仙 告诉家人 把自己最好呢 茶叶拿出来款待 告诉初夏 准备盛宴 我们哥仨要好好喝喝 哎呀 蒋平和柳星把衣服脱了 让人用火烘干 然后又穿上 这才落座吃茶 蒋平就问卢中仙 您怎么落在这儿呢 卢中仙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是我的家乡啊 想当初我在辽东 当过一任副将 看着全臣板道 官场没有好下场 就这样 我辞官不做了 回归原济鲁吉林 我这儿有房子有地啊 生活倒也安然自在 尤其杀了几岁年纪 我于事无争啊 在这儿就算染了 故此多年未离家门啊 哦 是这么回事 哎 四弟 刘的兄弟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 我这儿这么慌疑 上这儿来找谁 哎 一言难尽了 蒋平就把丢失大人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鲁忠贤问庭一皱眉 这样 哎 刚才我说什么来的 当官差就是不自在 吃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干活 拿你们来说 这不得操心吗 找不着钦差 你们怎么交代 就是啊 老哥哥 您还得帮帮忙啊 您这周围附近 有没有什么贼窑啊 有什么人跟沈中原有来往 应当向我们提供一下线索啊 二位贤弟啊 说来真要你们失望啊 我几年不离家 我跟谁都断去了往来 我怎么能知道 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嗯 也不能说一点也不知道 但是大人这事我不清楚啊 咱把话说清楚 你们要打听 有没有什么 唯一非错财之人 我眼前倒有一户 啊 说说看 不管他跟沈中原有没有来往 咱也得查一查 是谁 离着我这十里地 有个西鲁家林 我这是东鲁家林 西鲁家林 住了一户姓范 此人 人送绰号闪电手 叫范天宝 范天宝有俩媳妇 一个叫喜轮 一个叫喜凤 这三口人都是武林高手 这个范天宝呢 当初战过天木山 手下有五七百人 后来不知什么缘故 他不干了 也回到家乡 表面上是个大商人 实质上 跟江湖人往来不断 尽管如此 他也知道哥哥我的为人 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他也不打架我 我也不去碰他 几年的相处 也没什么隔阂 我就知道这么些 谁知道这个沈中原跟范天宝 有没有往来 哦 我的确也听过 有这么一号 哦 范天宝离你这不远 咱爸爸 抓机会我们去看看 要如果沈中原不在 我们也就不碰他 老四 既然到家了 你们就安心在这住上几天 我的老哥呀 我们心都乱死了 哪有心在这住啊 等日后长着大人 也许有这种可能 哎 正在说话的时候 就听外的门讲 紧跟着脚步的声音 一推门进了一人 蒋平一看 呀哈 那了半天是你呀 班江署蒋平 和白面判官柳青 为了寻找大人 盐茶伞 勿走卢嘉林 没想到 遇上多年的老朋友 铁挤大将 卢忠贤 哥仲仲贤 面亲热的不得了 鲁忠贤 在正庭设宴 困带两个兄弟 正在谈话之时 门外 响起脚步声 一推门 进来个小孩 蒋平和柳青 借灯光一看 乐了 心说 这不是在村外树林里 遇上放牛的那小孩吗 哦 他也是这家的 可正在想的时候 这小牛官 也看见蒋平和柳青 就一愣 就想往外退 鲁忠贤 把酒杯一吨 进来 冲上 一点礼貌你都没有 没看见这坐着朋友吗 还不过来见礼 这小牛官还真听话 用嘴叼着袖子 低着头 来到柳青和蒋平进前 往那一戳 不值得叫什么好 鲁忠贤满脸怒气 哼 你瞅你个熊家 我跟你介绍介绍 这位 是翻江书蒋平 习蒋四叔 这位 是白面判官柳青 你留得出 还不过去见礼 这小牛官看了看 然后这才跪到 磕了仨想头 等磕完了 他压低声音 那边跟蒋平说 我跟你商量点事 外面你看去那事 可别跟这老头说 一看呢 这人就办啥不见的 按理说 这是被人的话 但是屋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蒋平也乐了 哈哈 我不说 我不说 老哥哥 这谁呀这是 哎 别提了 家门不信 出此密服 啥不啥 见不见的 这是我儿子 叫卢世杰 哎哟 我说老哥哥 您的心可够狠的 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还叫他放牛呢 哎 依然难尽啊 让他念书 他不好好念 让他写字 他又不会写 一天静捅毛蛋 实在没有办法 我豁出两钱 买了几十头牛 叫他放 站着个身子 以免给我惹祸 招灾 啊 您认为叫他放牛 就不能惹祸了 我亲眼目睹 这祸惹的都到天上了 哦 四弟 这是什么意思 哎 你听我道来 蒋平这肚子也装不了事 另外 他跟鲁中玄关系密切 有话也能不说呢 他就把在路上所欲一切 向鲁中贤讲述一遍了 当他说到鲁世杰 跟一伙骑马的发生冲突 他把骑马那个公子腿给掰折了 把手下人给打伤了 把这件事一扬 鲁中贤好像没背过气 哎呀 坏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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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平没想到铁骑大将会急成这样 要早知这样就不说了 老哥哥 老哥哥 你 你怎么了 哎呀 打嘴打嘴 我不该说 我不该说 四弟啊 并非哥哥着急啊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 离我这十里地 有一个庄村叫东罗嘉林 住这个人叫闪电手范天堡 那范天堡 身手武之令 全守就要命 那乃是江阳大盗海阳飞贼 他们家就是大贼窝的 是夜聚明散啊 多多什么坏事都干了 只是知道哥哥我有点小名气 跟我井水不犯河水 他也有个宝贝儿子 叫范大郎 一家人爱如珍宝啊 这范大郎 以让他爹的势力 横行乡里 做尽了坏事 但是有一条 他绝不上我这西鲁街里来捣乱了 你说这个事怎么这么巧 怎么碰上我这傻儿子 把人家的儿子腿给摆折了 闪电手 范天堡 能答应吗 非得找我拼命来不可 二位贤弟轻想 我这么大岁数 空有其名 无有其十 我能斗得过人家吗 看来 我这一家老少 性命难保了 这简直是闭门家中做货 打偏出来 都是这个冤家给我找来的 我要不活着了 我非吓死他不可 说着一把把鲁世杰拉过来 老头是举手就打了 这饭还有个吃吗 柳青跟蒋平赶紧把筷子放去 过来就劝架 蒋平的嘴都能说呀 老哥哥 您消消劲 您听我说 说完了 民在打 就这么给劝住了 柳青把鲁世杰护住 蒋平 挨着鲁中贤说 我哥哥 嗨 可惜您当年 还当过边北辽东的副将 遇上这么点事 您就掰着不开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呀 再者一说呢 那范天宝 他也不是三头六臂 他也不吃活人 而况且还让我们哥俩遇上了 您放心 我们一半时不走 就住在家里的 给您解决这件事 多咱平息了 多咱我们离开 您看这怎么样啊 范天宝不答应 我找他便离去 让他提出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 如果他要蹬鼻子上脸 他不好惹 我们还不好惹呢 我凭着官府的龙边信票 我还要捕盗抓费 这蒋平绝非说大话呀 经过他都没说呢 鲁仲贤满脸的愁云 你这才散去 老四啊 哥哥我太感谢了 要不是你们哥俩及时赶到 我家就有灭亭之灾呀 老四 哥哥可不是赖上你们 在这个事没解决之前 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 肯定不走 我说哥哥 这一顿饭 你看这顿饭都没吃好 现在我叫厨下重新背席 不必了 回回勺热一热就行了 可在二次吃酒的时候 蒋平看看鲁世杰 我哥哥 那么你就这么一个傻儿子 将来你打算怎么安排他 嗨 胡了八兔杜春秋吧 像这种货他能干什么呢 索性我家有点财产 我死之后就叫他吃呗 多胆吃尽了 是死是活 你就依靠他自己了 不行不行不行 这可是下策 您呢 应当给他安排好了 就是有那一天 您死也瞑目了 老四 哥哥不是赖你啊 你能不能替哥哥想个办法 给这孩子安排一条出路 你们开封组认识的人也多 这柳青在旁边查话 我四哥 你别长着嘴镜说人家 既然咱跟鲁德哥不错 你就得替鲁德哥分忧解仇 我看啊 你收着还当个徒弟的 你带他开封府去 不就替老哥哥解决了难题了吗 对呀 老四 这无论如何 你可得答应 好了 快过来拜师 蒋平一开 哎呀 我自己颠了个口袋 把我自己装在里头 好吧 谁让我大慈大悲的心肠呢 既然这么说 我就收个傻徒弟吧 四爷还挺邪恨这孩子 哪知道 出乎意料之外 鲁忠贤叫他过来拜师 鲁忠贤还不乐意 他翻着小眼睛看看蒋平 我 我不干 你瞅他那些小脑袋 跟咸菜嘎的差不多 哼 胡说 还不跪下认罪 讲平乐得是前仰后合 你瞅我脑袋小啊 哈 这师父有没有能耐 不再脑瓜大小 嗯 你不是瞧不起我吗 今儿给我露一手 叫你看看 露什么 咱俩摔一跤 你要能摔过我 我就拜你为师 好啊 等着 吃完了 咱俩上院里摔跤去 我要摔不过你 我拜你为师 等吃完了到院了 这雨呢 也不下了 砖扑的地 这砖都潮乎乎的 点尘土也没有 正好比我 鲁中贤一皱眉 四弟 你这何苦来的 他是个傻子 他说话是招头不招脑 大概惹你生气了 你放着茶不喝 你跟他折腾什么劲 哎 老哥哥 我就这么个兴奋 人呐 非得这么活着才有意思 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 再者一说了 我要想收徒弟 我不把他制服了 他能听我的吗 别疼耳杂 您在旁边看看这呢 这蒋平把外衣闪了 拉了个架子往那一站 鲁中贤这个家 昏天昏地 他管着他 蒋平等站好之后 他使了个恶 不失 呼就扑过来 小脑瓜 伸出两只手 抓蒋平的肩头 蒋平知道 这孩子这个力气才大的 叫他抓住他就坏了 四爷一扁身子 冷不定外衔一蹲 使了个黑狗钻当 在鲁世杰卡巴档底下 钻过去了 等也过去了 把早乎脑袋往上 一扬 一顶鲁世杰的屁股 你过来去吧 鲁世杰把全部的力量 都集中到上身了 两腿无根 也没防备这手 整个一个肝头 就摔到花池子里 把脸也强迫了 胳膊肘 手掌子也秃了皮了 这鲁世杰可不干了 好 你摔我 过来 二次扑蒋平 四爷说了一声 来别好 我怎么一扇身 底下使了个扫堂腿 正挂到鲁世杰脚面上 呱 又一个跟头 还没等鲁世杰站起来 蒋平过去 把他的腰带的 脖领子给抓住 一转身 把他撇出去 有一站多元 你别看蒋平没劲 这使的是凄好劲啊 咱这么说 一眨眼的功夫 蒋平摔了鲁世杰 十六个跟头 最后把鲁世杰摔的 起不来了 哎呀 我 我 得要啊 起来 起来 服服气 皆差摔 在这把你摔的偏亮 别摔了 把大肠都蹲舌了 把鲁中贤也逗乐了 心说老四 这嬉皮笑脸可够狠的 看这意思是真摔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你要给我摔没了 我不觉得后 这会儿 龙贤把脸往下一沉 时间 你还不过去 给老师磕头吗 这回你服不服 哎呀娘 服了 天安底下 输我师父 能力最大 老师请杀我 给师父磕头了 蒋平这才高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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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 往后能凭我的吗 听 我心爹的话 不听 也听你的 嗯 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 不叫你干什么 你不准干 如果你不听老师的话 我就照这样的摔 我把你摔死了 懂吗 都懂了 别摔就行 哎 好了 鲁忠贤大喜 赶紧命人 把儿子领的后屋 洗了个澡 把摔破的地方包了包 然后换了套衣服 重新归座 但是没谈了几句话 鲁忠贤又想起那个茬来了 四弟 你说饭片宝不答应 咱们怎么解决 老哥哥 刚才我想了 今儿晚上你们家就有场热闹了 哦 此话怎讲 哎 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 这范天宝是个贼呀 一家人 千情地 一根苗 就守着个范子狼 范子狼的腿 让你儿子给撅舌了 他能完得了吗 如果他禀报官府 官府 官府不见得给他做主 他也不敢 像他那号人 敢经官吗 自然不能 可怎么办呢 他就得暗中下刀子 肯定今儿晚上 他得派人来啊 或放火 或杀人 好给他儿子报仇 鲁忠贤一瓶 脸就变了 那么老四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替您想好了 一会咱吃完了喝完了呢 您就回屋睡觉 放心大胆的 把衣服脱了睡香觉 外边的事情交给我们哥俩 天塌下来没您的事 我有一个小要求 您把您这儿子看住 千万别叫他出来闯祸 另外呢 告诉手下的家人 不管是谁 紧闭门户 不准开这呢 不然要出了事 我可不管 老四 这么大的事 交给你们哥俩 嗨 我们哥俩呀 都不用都出来 有半拉人 就胡了过来了 您就放心就得了 鲁忠贤知道讲评不是说大话 也就点头同意了 这阵快到三更天了 鲁忠贤 急忙把家人都集合起来 告诉他们 赶紧回去睡觉 紧闭门户 谁也不准出来 家人领命 然后鲁忠贤 领着鲁忠贤 奔内宅 其实鲁忠贤单独有建房子 今儿晚上礼拜 让他搬到老头的房宫来睡 等鲁忠贤见的老伴 把前面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老伴老实把脚的 吓得体如筛糠 这一说今天晚上非出事 嗯 差不多 咱们两个人 把这个冤家看住 可不准他出去 让鲁忠贤把衣服扒光了 在老头老太太当中 盖着衣床被 鲁忠贤可没脱衣服 短衣服小打扮 把多年没用的那对铁椅 戳到插机旁 以防外衣 灯光纸灭 摘着耳朵 听外边的动静 翻过头 再说蒋平和柳青 吃饱了喝足了 两个人就住在前屏 家人早把被褥铺铺好了 还给齐了壶厌茶 摆了两盆点去 柳青在里边携身躺着 蒋平坐在外边 一边喝水 一边想西事 柳青就说 四哥 我发现你这个人呢 没事找事 要没点事压着你 你浑身难受 此话咱讲 我说你说你今天晚上 把整个事都揽在你头上 你何苦来呢 你屁股没擦镜 你知的不 咱们这次来可不是溜达 凡是寻找钦柴大人 严查伞 现在大人下落皆无 结果咱们又跑这儿管闲事 你这心怎么这么宽敞 哎呀我柳青啊 此言差矣啊 咱们跟鲁德哥有交情啊 你说碰巧了 这事儿遇上了 能不管吗 那还够两匹儿吗 我柳青 我还想 咱们斗饭天宝 能不能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查出沈中原的下落 把大人给找出来 反正瞎猫碰死耗子 碰碰湿湿的 柳青说够呛 我估摸着 大人不会落到这一方 这哥俩就在这谈话 谈着谈着 想凭那小眼睛越瞪越圆 冲柳青 用手笔 蒋平和柳青 各拉兵人 跳到天井当院 就敌住喜鸾和喜凤 蒋四爷熬着一嗓子 把两个女贼吓得一哆嗦 哟 什么人 肉的 从里往外都是肉的 你把眼皮翻开 好好瞅瞅 喜来喜凤 平心静气 定睛观看 一看从屋里出来 这俩人 一个白胖子 一个搓瘦子 这白胖子 头戴六楞抽口 硬撞金 顶梁门道拉 三间瓷鬼夜 并插英雄修 穿着圆青色一套衣服 短衣经小的发干净利落 手中行着明晃晃一把三叉滚头刀 斜跨标囊 面如喷雪 有点黄胡的叉 俩眼笨亮 在面前一旦 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再看这个小个 个儿可不高 长得骨瘦如柴 皮包着骨头 尖头顶尖下壳 窄一了盖 炸脑门两栽无肉 骨瘦如柴 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 支不吝啪牙 俩小龟子骂点儿头 一对小圆眼督 滴哩溜烂转的 倍儿亮 倍儿亮的 斗鸡子梅狗游湖 穿青挂灶 手提一队 明慌慌 酸水峨眉次 别看小个儿不高 别看那么瘦 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 有一团组壮的金气臣 喜来喜放心里纳闷 没听说鲁中贤家里 有这号人 莫非他请来了保镖不成吗 看把多时 喜乱 把银牙一咬 柳梅倒住 晃柳叶尖刀一指 呆 你们两个 什么人 报名 在这 嘿嘿嘿嘿 别扎扎扎扎扎的 我们哥俩没什么了不起 在鲁元外家里头是两名长工啊 干苦力活的 我叫牛七 这是我兄弟叫马八 蒋平能暴露真实身份吗 喜来喜凤是半信半疑啊 好啊 既然是老鲁家的人 你们就一个月活不了 没法 上 上 哎 撑撑 往上一冲 两把柳叶刀就吓得绝情了 柳青 敌住喜凤 蒋平 站住喜乱 二男二女打成了两对 书中代言 喜乱喜凤是不含糊 受过高人的传授 但是怎么能跟蒋平和柳青比 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打到十几个回合 喜乱喜凤就力不冲心了 节节败退 则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蒋平使了个黄龙转身 撑 转到喜乱的身后 蒋四爷一想 剪草必出根 不能留活口的 他把峨眉刺病的一处 在喜乱这软肋上 一下扎了个透心凉 连窝都没动就死于非命 蒋平一抬脚蹬住他的身上 砰 把峨眉刺拔出来 就在这时 喜凤大吃一惊 我解决怎么了 他一看 就留号了 这脑子一留号 手就不听使唤 被刘青 一刀 切大从血抹擦 咔嚓一声 就脾尾领办 蒋平乐的 把大腿一拍 哎哎 就照这样才好呢 砍得好 就在喜乱喜凤 结束生命的时候 后院也大起来 因为咱们一张嘴 表不了两下的事 喜乱喜凤啊 有个贴身的丫鬟 叫秀红 这个秀红 也会两下子 别看他表面上是个丫鬟 暗地之中 跟闪电手 泛天堡 也不清楚 说实在 就等于他三太太差不多 就是说 泛天堡这一招几狱 这秀红 也打算替他出出气 他跟谁也没商计 把衣服收拾好了 拎着把刀 也偷着跟来了 两个女主人在前院 他奔了后院 他那意思 我帮帮忙 把后院 没能力的 才几个 也给我家主人出出气 也给我家少爷报了仇 因为他没到老鲁家来过 误打误撞 正好到了鲁忠贤 睡觉这院里 他一进院 就被鲁忠贤拼去了 老英雄刚要起来 鲁忠贤咕噜一声 在被窝跳出来了 把老头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原家 谁叫 我要方便方便 屋里有夜屋 大方便要拉屎 呸 走不拉 晚不拉 偏敢这事 找麻烦 憋着 憋不住 他挤 挤鲜饼 嗨 老头儿 鼻子都歪了 老太太就说 管天管地 管得着拉屎 放屁嘛 这孩子吃的多 一定是要走动 要不叫他到外屋去得了 管家快去 其实鲁世杰 打不尿都没有 他也听着院里的声音 鲁世杰光闭眼子 来到外交屋 愁冷的把门开一个 揉就蹦一蹦去了 正好碰上秀红 把秀红吓了一跳 一看出来 这是什么 鲁世杰可乐了 来了 我师父说的明白 今儿晚有热闹 真有 张开两手 来抱秀红 把秀红吓得 魂不浮体 鲁世杰就是一刀 鲁世杰一闪 这一刀走空了 可鲁忠贤在屋里听得清楚 老头儿连鞋都没穿 提撇起 就闯进天津当院 道院里让过鲁世杰 跟这秀红就站在一处 你想秀红这两下 怎么能打得过鲁忠贤 几个会合刀碰的贴旗上 刀飞了 秀红转身就跑 魂竹贤在后就追 可正在这时 范天宝来了 闪电手 范天宝在房子上 我这心上人要出危险呢 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 轮到从房城蹦下来 挡住鲁忠贤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范天宝用手 爹只破口大骂 老习妇 祖宗长 奶奶短 不听鲁忠贤的解释 二人就拼了命了 鲁世杰在旁边一看 这怎么办呢 光定眼的回屋 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 帮他的爹 就轮这条杠子 他没经过 诗不懂的什么招数 就知道瞎轮 诶你还别说 瞎轮这玩意还有用呢 让你摸不着他的招法 就这样爷儿俩 就敌住范天宝 可正在这时 蒋平和柳青 杀了喜乱喜凤 听着后院有杨栋 两人提军阵 赶到出事地点 蒋平一看 我的老哥哥 你怎么不听话 让你们睡觉 你们不睡 这多危险 把他交给我们了 柳青跟蒋平挖上一床 敌住范天宝 这一交手不要紧 范天宝 这才发现 人家事先有着准备了 哎呀 今天白来了 大概要够呛 他正在着急的时候 听喵一嗓子 把他下一哆嗦 用眼角的余光一看 坏了 那心上面美人秀红 被鲁世杰一杠子 把脑瓜打扁了 把范天宝疼得好 却没趴下 范天宝一想 既然抱不了 愁了 我要逃之夭夭啊 双脚点地 飞身上方 他就跑了 他打算回去找人去 可蒋平猜透他的用意来 跟柳青一摇耳头 剪草处跟追 不能留活口的 这哥俩越过高墙 再后的是紧追不舍 范天宝拼了命的跑 一口气跑回东鲁街里 等他到了家门口 蒋平柳青进了冲口 等他进了院里 蒋平和柳青就到了大门 他刚进屋 两个人就进了院了 范天宝来到屋里头 赶紧把柜子打开 取出金银财宝 打算贷一部分钱 背他儿子 逃离此处 可正在这时候 蒋平一脚把门就蹬开来 还脚子就跑不了 着刺 哎呦我的妈呀 范天宝从后窗户就蹦出去了 范的郎正在床上躺着呢 爹啊 带着我 爹啊 蒋平回头一看 哎 货都在你身上掩起来的 你爹不是好种 你他妈也好不了 活着你也是受罪 归位吧 一额没刺 扎死饭的狼 带着刘青是继续追赶饭片宝 到了现在闪电手才知道 一家人 全死光了 范天宝咬牙切齿 心说我孙牢记不忘了 只要有三寸气带 我必报死仇 后来他跑入深山 钻进老林 蒋平和柳青找不着他了 这丑口您记住 范天宝能完吗 日后他调查清楚了 知道是蒋平柳青所为 他就恨透了三下无意 到路就捕 到紫面阎罗路开 煽动是非 学习开封 就为他全家报仇 这是后话 斩其不提 柳青跟蒋平 没抓到范天宝 一看天也亮了 马上返回西鲁街 见老哥哥鲁忠贤 鲁忠贤千万谢 不过呢 他也堵了心了 老四 人命关天 这么多人死的 我这院里 我在官府面前 不好交代 包到我身上了 老哥哥您放心吧 他们休息片刻 蒋平和柳青 马上到本地官府报案 蒋平把龙边信票 啪往公安桌上 一百开封府的办差官 到此抓差办案 有开封府的大印 这本地的官一看 腿肚子都赚进 那敢说什么 赶紧派人收尸 查封了范天宝的家 这场风波 这才过去 蒋平说得清楚 有什么不明白的 到开封府找我 再有不明白的事 情势包向业 他们都是 肥 早就该死 就在你们眼皮底下 你们就不知道吗 你们犯下实质的罪名 本地的文武官员 吓得扁辟都不敢放 蒋平办完了 回来见鲁中贤 鲁中贤是千恩万千 蒋四爷和柳青 勉强又住了两天 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 我哥哥 当初我说的清楚 你这个事一日不了 我们哥俩一日不走 现在已经平息了 官府已经出面了 范天堡已经远走高飞 你家呀 不会有事了 我们哥俩要辞行了 去寻找钦差大人 鲁中贤也不便挽留 但只有一个要求 这孩子怎么办 按他的意思 叫蒋平把鲁师爷带走 蒋平乐了 我哥哥 你这不看我吗 这孩子办啥不见的 跟着我成了累赘了 这么办 他是我徒弟 我是他老师 这个事是不会改变的了 如我们找着钦差大人之后 我派人来接这孩子 您看怎么样 哎呀 多有拜托了 兄弟 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蒋平和柳青 辞行之后 继续寻找钦差大人 难哪 踏破铁鞋 无秘处 把腿都溜细了 也没把大人的影子找着 安静 蒋平和柳青 怎样寻找钦差 咱展现不提 话分两头 单表小义士 爱虎 咱们很多天 没提到他了 这爱虎干什么呢 上哪儿去了呢 前文书咱讲了 他跟蒋平 合伙到军州卧虎沟 请北侠和志华 结果坐船 遇风 爷俩分手了 打那 爱虎就没见着蒋平的面 这些日子他也没闲着 腿啊 也溜细了 他先扑着襄阳 找蒋平 没找着 爱虎一琢磨 大概我四叔 回了开封所了 莫回头来 他又跑回开封 结果又扑空了 开封府的人说 你歇歇日子 爱虎在开封府住了 有半月 出来进去 无所事事 叫着心烦意乱 他又赶问墨花村 找蒋平 结果到墨花村 没来 丁大侠把他留下来 又住了很长一个阶段 爱虎一想 我挺大个子 奔二十走了 我算干什么的 一事无成 合着我一天 就吃饱了闲着 这可不行 我得建功立业 早晚在开封府 某个职务 所以爱虎 跟丁大侠刺刑 又到襄阳 寻找蒋平 在这一路之煞的用耳 他一扫听 这才知道 襄阳王造反了 白玉堂死到冲销楼 从往的 群雄拒破军山 收降了飞茶大帅忠雄 等等的事情 老百姓传为美谈 爱虎都打听到了 爱虎一口气又找到军山 结果现在 铁门京方杀龙 杀龙说 孩子 你来得正好 现在公馆正在用人之计 侵材大人 严查散丢了 人们都赶问武昌府了 你快去吧 爱虎马不停蹄 从军山寨 又赶到武昌公馆 结果到公馆 要晚来一步 人们已经散去了 分头寻找钦差 他见着钻天署 陆芳和彻底署 韩章 韩章告诉他 人们三天前都走了 不管谁 要找着钦差大人 回到武昌府来报号 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 看来是没找着啊 哎呀 爱虎在公馆住了 两天一琢磨 既然都去找钦差去了 我也没嫌着 我挺大个人了 我也去找着 这玩意真把钦差大人 给请回来 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那将来还愁 吃不着饭吗 就这么办 爱虎跟别人也没打招呼 带了俩钱 又打武昌府公馆出来 没有目的地浪迹江湖 寻找钦差 但是这一天 爱虎走来走去 来到个庄村 叫张家庄 觉着肚子有点发饿的 他往庄头一看 有一片树林 这树林里头 出现了很多杂乱的声音 年轻人好奇 爱虎走过去探头 往树林里一看 他逗乐了 怎么回事呢 树林里有一片空地 用十年在压着刷屏 苏能有一亩地大小吧 在这块空地上 有一百多个老头 老太太和小孩 都站成了队 在这儿练舞 有的老头都八九十岁了 那哪是练舞啊 就站着在那儿 嗨哟呢 有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在这个队伍的前面 站着个黑的个 看这意思 也就在二十左右岁 像半截子黑塔相似 宽阔的肩膀厚厚的胸膛 光着膀子赤子肉翻腾着 腰沙板带 下边穿着灯当滚裤 脚上蹬着抓的虎快靴 带着户外 看着一直挺精神 在旁边戳着兵器架子 刀枪剑极 俯要勾插 硬弓石锁顿子 摆了还不少 看来这个年轻的黑的个 是个教席 他在这指挥着 在旁边还站着俩家人 这俩家人手上两个大婆罗 这婆罗里装的馒头 花卷 大饼 还有不少三岁的铜钱 就见这年轻人插着腰 在前面指挥着 注意口令啊 站好 一 二 三 随着他的口令 这些老头老太太小孩 把俩胳膊抬起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对了 转三圈 转三圈 哎 虎欣说 这什么功夫 太有意思了 这些上年级的老人 连动作都困难 还练什么武啊 哎 咱一会儿看练完了 这黑的个儿乐了 嗯 这次练得不错 大伙原地休息 他又告诉那俩家人 快 给他们发东西 哎 这俩家人端着婆了 每人发了个馒头 每人给两个老钱 啊 爱虎这才明白 哦 这练武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 就为了混吃喝和零花钱哪 嘿嘿嘿嘿 有意思啊 可他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不认得这个黑的个儿 自然无话可说 爱虎一想 别看热闹 我也得找地方 威威肚子 卖布他进了张就装了 来到狮子街 抬头一看 果然有一家饭馆 一家饭馆还在楼子 爱虎心说 到这好好吃一顿 刚走到饭馆的门前 伙计在里边出来了 把我往上摘了 有一个伙计就上扎板 爱虎就一皱眉 心说怎么这么偷窍 我到这儿他怎么关门 可他也没听这套 就进了屋了 拉把椅子刚坐下 其中一个伙计就过来了 大爷 对不起 我们落花了 你们还上扎板吗 我们不营业了 我这没黑呢 怎么就不营业了 我家有事 主人关照 必须马上上板 对不起 你高升一步 到别的家去 不行 我已经做好了 我上谁家去 你们早关一会儿门 晚关一会儿门 不在乎我一个客人 我饿了 给我弄点吃的 我多给钱 像他爱虎也行 你就挪一家不就得了吗 他不 这人强横惯了 可他这么一说呢 这俩伙计也不会说话 他们把眼珠的一瞪 怎么 不卖了还犯法呀 现在我们就要关门 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我们的事 走走走走 我们要收拾屋子了 说话就来撤爱虎弟 那爱虎能干 小瞎把眼珠瞪远 把胳膊轮起来 啪 给这伙计就一个嘴巴 他觉得没使劲 伙计受不了 把槽牙给打活了 啊 你敢打人 打你咱们的 那个伙计摞胳膊 挽了上一钟 叫爱虎多么一个通天炮 打了个满脸花 鼻子口窜起 这俩人就喊上了 哎呀 咋不会的 大人啊 咋不会的 快来 旁边就是楼梯 就听见楼梯一阵响动 吓了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提着英雄大厂 来到外面 一看呢 就是一愣 怎么了 哎 你说这个人多不讲理 咱这饭碗不营业了 他非要吃不可 我们跟他一说 他还瞪眼 还伸手打人 这小伙子 来到爱虎近前 上下打量 黑船 小哥不高 车周汉 长得虎头虎脑的 浓眉毛 大眼睛 鼓门梁 大嘴叉 小伙子长得挺帅 背后还背着拔刀 一团的英雄气概 这主人 笑脸相迎 我这位朋友 少安勿躁 我这俩 我就不会说人话 多有得罪 我这乡 赔离了 哎 我一看这个人 长得细条条的身材 白净净的面皮 看年岁 这也比自己大不了两岁 文质彬彬 说话透着和气 哎 我这气就消了一半 哎 觉得自己方才呀 也有点貌似 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 也不能光怪你的伙计 我呀 这心情不太好 我打人也不对 你看 互相一撤步 这不就没事了吗 本宅主人就说 大爷 您要吃饭可以 不过呢 我解释清楚 我家的确有事 现在关门落谎 可不在您这一个人 厨房有的是吃喝 现在就给您准备 回家 准备吃喝 哎 两伙就嚼着嘴 到了里屋 把韭菜给端上来 哎 我觉着更过意不缺了 我掌柜的贵姓 啊 在下姓马 我叫马龙啊 哎 我还没问您呢 请问阁下 尊姓大名 我姓爱 叫爱虎 啊 你是谁 哎 回去喝 莫非本地人还知道我吗 我姓爱 叫爱虎 哦 莫非您就是想当初 闯开封府巨饼 珍珠闹龙棍 出手马 朝贤的小侠爱虎吗 不错是我 哎哟 可把您给判来了 小侠爱虎 在张家庄吃饭 遇上了掌柜的马龙 这马龙也是小年轻的爱交朋友 两人当场暴徒鸣性 当马龙听说眼前这小伙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小侠爱虎 乐得之斑 把爱虎的双手抓住 哎哟 您的名气可太大了 我们没事坐在一块 都谈论 您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 您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仙 没想到今天驾临小庄 我 我 我这高兴劲无法形容啊 这马龙回过神根火去说 方才打你们的是谁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小侠爱虎啊 想当年在开封府撞扎刀 出手马朝贤大闹霸王庄 就是他 是啊 哎呀 两个人摸摸脸蛋和鼻子 心说 打一回也知道 叫爱虎给揍了 这玩意还真是光荣的不得了 你看 什么贱人都有 这个消息不翼而飞 张家庄啊 这几百户全战斗 这老百姓 就很像看什么新鲜时代 邪难带鼓 到了马龙这范屋 门前这个人是拥起不透 爱虎心高兴 他就是这个人啊 动不动显摸自己 如今一看大伙都挤在门前看自个儿 这高兴得不得了 马龙说 赶紧楼上行吗 把爱虎请到楼上 吩咐 圣牌厌厌 然后把张家庄 头面人物 本族的族长 老的本 读过书的 有点身份的人 请来二十来位 众人在此作陪 大家在爱虎的面前 发自内心 敬唱宋歌 什么爱情说什么 其实还不是刘虚 都说的肺腑之言 这爱虎 往当中一坐 跟神写似的 耳朵听的是好听的 嘴里吃的是香东西 左一杯 右一盏 他就喝起来 没完了 咱没说过吗 爱虎这人 有个致命的弱点 嗜酒如命 不管多紧的事 不管多着急的事 他得喝醉了算 所以他这一辈子 没成大名 倒霉 就倒在酒上了 当然了 他刚喝不至于醉 这爱虎就放开量 在这喝着 跟马龙谈着 他时间不大 所以我听楼下有人吵吵 玩家怎么回事 这是 啥啥啥啥啥 都在这 起什么公里 有家不回 堵着干什么 堵堵堵堵堵 老百姓就一乱 爱虎身后就是窗户 无意之中 他扒着窗户探神 往楼下看 一看呢 来个黑的个 光着碗子 拎着三节棍 后边跟着俩火去 爱虎认出来了 这黑的个 就是在树林之中 教老头老太太练舞的那个 爱虎扑吱一笑 哎 我马掌柜 这黑的个你认识不 马龙一看 哎呀 别提了 他是我兄弟 叫张报 哦 哎哎 你怎么姓马 他姓张啊 啊 我们虽不是依赖同胞 但是比亲弟兄还亲 而今呢 我们哥俩还弄得平鲍和睦 刚才我没告诉您吗 我们饭馆有事 落谎关门 干什么呢 就是想请父老相信啊 给我们哥俩调解调解 不然的话 我们哥俩非玩命不可 要不就就得分架 我这兄弟太不听话了 这马龙呢 拿爱虎当亲人的 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 爱虎一听才明白怎么回事 闹了半天 这地方叫张家庄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姓张 老张家之中有个大户 老头叫张成 张成有个儿子 就是张报 就是教老头老太太练武这黑的个儿 独生儿子 能不交生观养吗 张成 还收了个徒弟 就是马龙 就是跟爱虎谈话的这位 因为张成 也会武艺 收了马龙这徒弟 一徒弟一个儿子 都是他的亲人 那老头不糊涂 他一看自己的儿子不成才 昏天昏地 竟从毛带 不让老头省心 可这徒弟拿得起事儿了 知书打理 那面外外的事儿 全能挑得起来 当然他就疼徒弟 在张成临死之时 把儿子徒弟叫他窗前 做了遗嘱 我死之后万贯家财 全叫马龙张管 张报有什么事儿 你请示哥哥 哥哥不答应 不行 我死了 他就是你父亲一样 老头临死的时候 留下个拐杖 给了马龙 如果张报不听讯教 你就拿这拐棍送他 老头说完死了 可一开始的时候 张报挺轻化 日期长了 他就犯了毛病 再给他赌钱 输光了 回来管马龙药 马龙一想 我无非是个代理管家人 您的财产是老张去的 虽然老头临死有遗嘱 我也不能守得那么死啊 偷偷摸摸的 还给张报钱 可张报这小子得事尽尺 输了钱还要 不光输钱 有时候在外的交朋友 有几十个狐朋狗友 就把他吃上了 一片大巴的 人家像流水一样往外躺 没过二年 这家财就败去一大半 马龙没办法 为了养财 在小狮子街路北 开了个马甲馆 开这饭馆不突袭 多挣钱吧 也料有积蓄啊 都败光了 怎么对得起师傅呢 可他这饭馆一开 更倒了没了 张报 领着狐朋狗友是天天到饭馆吃 什么菜箱要什么菜 什么菜贵吃什么 吃完了 不给钱 你想这么败还好得了吗 这饭馆开张一年了 好像没赔死了 有一次马龙殉教张报 张报反而 你算干什么 我姓张 我花的是我爹的钱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仨子在做出这口心 你吃吃什么呢 你 当中把马龙死鸡 马龙气的颜色更变 没办法 把师傅留下的拐杖拿出来 用拐杖殉教张报 这张报不停歇 把拐杖掐过来 嘎嘎嘎嘎嘎 给学习三件 老头子死了还管我 我不停 哎呀 马龙一看完咯 这个人不服管教 长死下去 我就成了他的仇人了 干脆这家 我要不管了 这两天他们就闹家务 马龙就告诉三馆的伙计 明天资营业半天 下班上门门 我把本地 同样人物 组长都请了 让大家给调解 好好劝劝张报 他能听归劝 我们还是好弟兄 不听 那就分家 他爱怎么就怎么的 我马龙从哪来的 我会到哪去 要不怎么餐馆 要关门呢 咱就说这个张报 没事了 我张继装的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集合起来 他充任教师教人练武 谁也不练 后来他想出个点子 跟我练武不白练 练一天 每人给一吊铜钱 大饼二斤 馒头花卷 各一斤 这些老头的 他也得一听 这不错呀 反正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呗 短不了到树里活动活动 不为别的 为这点吃喝这个花咸呢 所以有这么一百来者 偏偏跟着在树里练武 尽管这腰都抬不起来了 还在那练的 没目的 人家不来呀 这人都丢人丢到家了 马龙当着爱虎的面 一五一十 把张报这些礼迹全都说了 爱虎也乐了 哎呀有意思 怪不得都说家家有本 难念得经啊 谁家也不例外 那真格的你这兄弟 你就管教不了 管教不了 哎 小侠哥 是否 您帮了我的忙 您 是神了 您要说的 管保他能听 是吧 这不他来了吗 我下去劝劝 你们先别提我 先别提我是谁 哎呦我这人真有意思 把筷子放下 借着酒精登登登登 下了楼了 这楼外全是人 叫张报给赶散了 谁也没回家 都站在远处看热闹 张报刚想进饭馆 爱虎迎出来了 张报就一愣 上一眼下一眼看看 没见过这小伙子 爱虎背着手 像大人训小孩似的 把脸往下一沉 你叫张报吗 哦 怎么了 你是谁 我是管人的人 我说张报 你小子好不通情理 你爹张成 很有人缘 但这点人缘和人性 都叫你给败霉了 你凭大个子 你不害臊 独目正业 哎 除了剧主之外 就是败家 你哥哥马龙劝说你 你还不听 把你爹爹留下的拐杖 你还给绝舌了 有没有这事 你怎么都知道了 有啊 你他妈还管得着 你嘴里带赃字 我摘你的牙 你敢 张报说的是 轮起三街棍 赵爱虎就是一棍 爱虎一瞅 这小子真驴啊 你倒问问我是谁 像这组人不管真不行 哎 小意思望旁边一闪针 三街棍走空了 爱虎一叼特的袜子 领可吻 飞起了就是一脚 这一下把张报揣了个踏腹 三街棍也撒手了 好小的 一看打我 哎 他扑过来奔 爱虎就是个通天炮 爱虎使了个大哈腰 双拳一晃 双拳一晃直奔 他的小肚 哎呀 他哭哭 又一个跟头 张报站起来又奔爱虎 叫爱虎又打算再立 他打张报 太不费劲了 你想爱虎是四个侠客的真传 欧阳春智华 叮着来叮召会 每人交他一招 他就会四招 何况这些年耳病思诺 他得消多是招 小侠这功夫确实不含糊 要打张报 真好像老朽 戏顽童啊 老百姓在他们看着 哎呦 张报怎么趴下 谁知道到不了尽前 嘿呀 你看心爱的 这功夫太高了 最后把张报打得不起来了 眼睛都冲血了 用手指债务 好小子 不用问 你是马龙请出来的把手啊 我跟马龙玩不了 你小子有种 你报个名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大丈夫做不更名利不改性 我族居杭州霸王庄的 姓爱爱虎 人送绰号小霸王庄师爷 张报一听 傻眼了 你 你就是闯开封府撞扎刀的 小侠爱虎 咋呀 哎呦 闹了半天 您是我师父 恩师请上 受地府一拜 张报不但不记仇 趴得爱虎进行 邦邦邦 磕头啊 叫老师 马龙从楼上下来了 父老乡亲也跟起来了 马龙赶索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哎呀 心说一物相一物啊 这可真不得了啊 要我这么对待他还了得 他得拿刀捅我 爱虎把张报缠起来了 哎 请请请 谁是李师父 张报 刚才我打你 你叫做去不 不去 愿不愿 不愿 该打 我是贱无头 早就该揍 哇 大家一听都乐了 爱虎也乐了 听说张报这人啊 心知性感 还不是个坏人 张报 你知道今天 我为什么打你吗 因为我不学好 也不进来 我是听你哥哥马龙告诉我的 这不马龙也在场吗 他给你捏造 有网言没有 没有 说的都是真的 没冤屈 没有 我的确是这么干的 你恨你哥哥 不恨 冲着你 我谁也不恨 我就恨我自己 好样的 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 这才是央雄的本色 既然这样的话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 我就想拜命为师 往后我跟着你 您上哪去 我跟上哪 您叫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好 先别叫师父啊 这事等会咱们再商量 别让乡亲们看着笑话 大家该散死就散死吧 咱们有话到屋里说去 好了好了好了 先等等等等 还有件大事 我怕你口不应精 我从中作为调节人 你给你哥哥马龙赔个不是 就是我不再跟前 你们还是好兄好弟 张报问平跪到马龙面前 哥哥我错了 我不是人 我竟犯驴镜 今天让我师父这顿揍 把我打明白了 从今往后我不惹你生气 我绝不剧主 一定走正路 哥哥 你 你饶了我吧 马龙激动的都哭了 先别啊 我这好兄弟 只要你听哥哥的话 我就对得起我师父了 当然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 欢望兄弟谅解 哎 你哪有不对 全怪我 大伙说既然这样就完事了 完事了 快快请在楼上 哎呦又请在楼上 重新拍摆酒宴 马龙坐在左边 张报坐在右边 爱护居忠 乡亲们在下面围摟着 可大伙就问爱护啊 说刚才张报官 叫了半天师父 你看这个事 您答应不答应 爱护说这么办 我还不到二十岁 这个小年轻的 我有什么资格收徒弟 这我师父 我干老他们也不能答应 这样的 咱的岁数都搬上搬下的 如果你们二位不闲此的话 咱啥磕头得呢 哎呦 这主意太好了 这主意太妙了 马龙和张报一听 更爱护磕头 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 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喜不自胜 趁热打铁 就在麻雀馆 准备了香案 三个人沐浴更衣 并排站好 跪倒在神案之前 一处年耕 马龙局长 爱虎局次 张报居三 张尔法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上 一个带龙 一个带虎 一个带报 这段书叫张家庄龙武报结拜 磕湾头彼此见礼 乡亲们前来祝贺 简直热气 我就喝得通宵打蛋 等到第二天 爱虎直睡了一天 这酒劲才过来 觉得这个过瘾 这个玩法劲就甭提了 马龙张报是形影不离 七里湖验茶 在爱虎清醒的时候 马龙就问 兄长 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 比亲弟兄也不错 那就无话不谈 敢问兄弟 你是个大忙人啊 你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小地方 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 哎 别急了 哥哥兄弟 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现在在开封府包相价前 身居要职 我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 你们听说有个钦差大人叫颜茶凡吗 他当然知道 书民院的长院 皇上面前的大红人 著名的清官 包相爷的徒弟 对啊 另外我还告诉你们 可不能对别人说呀 清差大人严查散丢了 大人丢了 啊 叫人偷走了 谁偷的不知道 我这次出来就寻找清差 你说找人哪有目标 我瞎走误状 倒在张家庄 要不这样 咱哥仨还见不着 噻 那么兄弟下一步 你打算上哪去找去呢 没什么目的 你们哥俩能不能向我提供点线索 哎呀 兄弟 我们土生土长 俩眼一抹黑 我们知道个啥呀 马龙低下头去想了一会儿 继续跟爱护说 兄弟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说吧 你这回要走 带着我们哥俩的 我们哥俩跟着你 也创造创造 也开开眼界 交救朋友 也了解了解市面的情况 这就叫鸟虽轮凤飞腾远 人伴贤良品格高啊 跟着你我们也沾点光 往后你在包的人面前 给我们多尽美颜 我们也许在开封府会碗饭吃 爱护把胸托一扒 团 此事包在我身上 我在相爷面前 可红呢 包相爷最喜欢我 我说话 不说是言听计从吧 也差不多少 只要你们哥俩好好干 立了功劳 相爷一定把你们收留 哎呀兄弟 多谢多谢 那我们就把家安排安排 三哥仨出镜以后 形影不离 就在一块儿了 行行行行行 有你们哥俩给我做伴 我省着苦闷 你看年轻的人 有事好商量 三言两语 把这事盯下来 马龙和张报 就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 那么大财产呢 交别什么人呢 怎么掌管呢 全都安排妥贴 然后张报马龙 又到县城 每人买了把刀 买了两套衣服 哥俩穿带起来 也挺威风 离开张记庄 跟着爱护 继续寻找严情差 这下段数可热闹了 就这三位 不管天不管地 叫爱护领着 什么娄子不能捅 那张报跟着爱护一边走 一边玩劲 我二哥是开封府的官人 我是他兄弟 自然我也是官人了 跟着我哥哥 我可以抓差办案 高人一头 专门捕盗抓贼 这要把钦差大人给找着 这都算立了最大的功 皇上一高兴 还去加封给一官半职 没想到庄教院的孩子 一举成名啊 太好了 太好了 马龙连睡觉都乐 那张报有时候睡一睡觉就乐行了 发自内心的高兴 一日两两日三 这一天他们正往前走着 路过一座大城 这座大城叫越州 在这一带 这是头一个大城市 爱护老在乡村串了 能有一个月没进大城市 这一进了越州啊 这心里开了两扇门一样 一丑越州果然繁华热闹 店面铺铺金字牌匾 车水马龙拥挤不动 爱护也高兴 跟张报马龙一商议 咱在越州啊 好好玩几天 不玩够了 咱们别厉害 另外呢 这么大的地方 能少得了歹人吗 从歹人的嘴中 也许能打探到大人的下落 进了越州东门里 一拐弯 就一座大殿房 叫天城老殿 爱护讲排场 包了一间阔房子 跟仨住下来 掌柜得跟伙计一看 这仨小伙子出手大方 灰金似土 那是财车爷 尽量讨仨人的好 在谈话之中爱护就问 哎 你们越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哎呀 我们越州户口几十万 那也是本地最大的城市 好玩的地方 有的是啊 我想您提供一个地方 西关里 有一个地名叫 宜春渊啊 那是太好了 三位到越州不逛宜春渊 算白来一趟 好嘞 那我们就去溜达溜达 自己一时高兴 才演出了学界 越州城 上回书 正说到小义是爱虎 故走张家庄 龙虎抱接拜 哥仨为了寻找大人严查伞 来到越州城 年轻人吧 待不住 好动 不好静 尤其他们还有事 需要明察暗访 跟店房的掌柜子一打听 越州 有一座齐春渊 这地方值得一玩 哥仨为了散散心 带了点散碎的银子 就来到街上 这越州啊 是本地最大的城市 街上的确挺热闹 他们看了一会儿街景 就来到齐春渊 原来呢 这是一座高门府地 据说 有位一品大园 家衬万贯 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 后边带个花园 叫齐春渊 后来老夫妻双双亡故 无人继承财产 他家和这花园就充公了 以后呢 就变成了公园 供人游玩 但是 你得花钱买票 买张门票进去之后 随便游玩 里头有饭馆 有酒楼 有澡堂子 应有尽有 凡是到越州来的 都到这儿溜达溜达 要不到这儿看看 是一大汉市 龙虎豹哥仨 到了齐春园门前一看 哎呦 门前是个小广场 碎石头铺地 修得相当漂亮 正中央是园门 上头有三个大字 金光闪闪 齐春园 门上有人手把着 同时还有个门房 门房是干什么的 一个是守门人 可以在里边休息 二一个在这儿 卖票存放东西 哥仨没来过呀 跟本地人一打听 有人告诉 到这儿买票 买完票 如果身上带着 笨重的东西 拿不动 可以存在这儿 分文不取 爱护挺高兴 买了三张门票 就听管理 园林这些人说 三位 要想溜的可以 有贵重的东西 请存在这儿 丢失我们盖部负责 爱护一笑 我们仨有什么 没可存的 就这样 哥仨尝尽了缘分 一瞅啊 这座齐春园 占地几十亩 这里边大了去了 有人工制造的夹山 有水池 有宝塔 有园林 的确值得一游 哥仨兴致勃勃 看完了景致 又看了看动物 玩得十分开心 可溜得来溜得去 肚子就有点空了 小哥仨一商量 决定找一个 漂亮的饭馆 饱餐一顿 不用出园子 这里边什么都有啊 他们又转到园门口这儿 园门口也属于 齐春园管辖的 一看 有一座水上饭馆 底下是开凿的人工湖 上面有九曲桥 在这水面上 有一座高台 高台上修了这么个饭馆 嘿 在这吃喝 别有情趣啊 哥仨转过曲桥 来到水上饭馆 漂亮龙进来一看呢 吃饭的人不多 什么原因 这桌哥仨坐起来 伙计笑脸相迎 擦摸桌 按就问 三位大爷 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您吩咐下来吧 这是菜单子 哎呀 我把菜单子拿过离开 上头全是好菜 他点了 他点了几样 让张豹马龙 也点了几个菜 哥仨要了三斤酒 伙计笑呵呵到厨房去告诉 时间不大 压桌碟摆上 陆续上菜 哥仨是开怀唱 可一点吃着 一边他们低声谈论 咱们这次来主要目的 不是为玩儿 是为找钦差大人 严查伞 如今过去这么多天 连大人的影子也没发现 下一步可怎么办呢 爱护也感觉到挺发愁 他这人越发愁越能喝 一扬伯一杯酒进了肚子 哥仨在吃喝的这时候 就听园门那儿 有人喊利桑 呆 给他妈大爷存他 要少一点 我摘你们的狗头 呀 这怎么个茶 哥仨把酒杯放下 水脸往园门观看 你们这就把这门 窗户都开着 看得真儿切真 就看园门外 来了个小伙子 没戴帽子 龙法包巾 同簪别顶 上头没穿衣服 光着绑子 露着赤子肉 下边杀着板带 穿着大裤头 露着两条腿 蹬着一双洒鞋 左手拎着明慌慌 一把钢刀 右手拎着个大口袋 这口袋里装的 什么玩意儿不知道 知能八叉的 看那样不是砖头 就是碎吧 沉边边的 在地上拖着 这人呢 也就是二十左右岁 看意思 酒没少喝呀 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 正跟手把园林门的人发生争吵 他要把这口袋存在这儿 守门的人一呲牙 大爷 我们这儿存贵重的东西 比如说金银财宝 值钱的物件 看您这口袋 这不是砖头 放屁 你看看我这是什么砖头 我这是上古年间的古弯 拿出一块都价值连城 看着呗 都是汤砖汉法 我非存不可 我还告诉你们 一会儿我溜达完了 回来来取 少一件 我烧了你的秦春园 我把你们全宰了 哎呀我就一皱眉 谁说这不无赖呢 跑这耍酒缝的 实在无礼 但手把园林门的人 合计了合计了 哈哈哈哈 好大爷 那咱就过过数吧 看看多数物件 我们就给您存上 如果丢失了 我们照价包赔 也就是了 嗯 这还像话 一共一百零八块 一共一百零八块 等不成绩吧 哎哎 手把园门的人 拿出账本来 给登成绩了 登完了之后 问这主 大爷您来 贵姓啊 在哪行发财 我姓爹 单字叫爹 哦 您是爹爹 也不诚心找人 这么好病嘛 守园门的人 没办法 就给他写成 爹爹二字 然后他买了张门票 拎着刀 进了七春园 他也没溜的 东丑 稀罕 然后转过曲桥 就走进水上饭馆 推门他进来 哎回看来呢 我倒要看看 这位为什么发酒疯 这人进了屋 一眼就看着爱虎三人 他可也没说什么 拉过一把女子来 一只脚望上一根 把刀望桌上一拍 带胳膊带腿的 给我滚过一个来 伙计不敢带慢了 连哈腰带刺牙 哎大爷 来了来了 大爷 你 您吃饭 碎话 买棺材上这来吗 爷爷有点口干舌道 先给我七壶茶 哎哎 来喽 爱虎眼睁睁瞅着 这伙计在货架子上 拿着把壶 涮干净了 擦净 抓着好茶叶给提上 那茶碗也擦的被儿亮 恭恭敬敬 往桌上一放 大爷 请用茶 等等 这主把壶盖掀开 提鼻子闻了闻 这哪是茶叶 纯粹是他娘的草莫子 你们就拿这个片钱吧 把茶壶给摔了 火急吓得退出多远去 大爷 你看 你喝不喝得不要紧 你 你 你不能胡说 你看看我们这茶叶 都是上等的毛蜂 哪能是草莫子呢 你您这不是找茶呢 什么 你敢说 爷爷 我 我怎么打死你 轮圈要揍 又有一个伙计 在里屋出来了 别别 大爷息怒 大爷息怒 这伙计年轻 他是新来的 不会说话 惹大爷您生气 小人 我这赔礼了 既然那茶叶你嫌不好 咱这还有好茶叶 再给淒礼一壶 又给淒礼一壶碧罗冻春 连爱虎都闻着香味 这壶放在这 就见这小伙子 把壶盖又掀开了 又抽鼻子 他骂下来 你晓得是说人话 不办人事 你们从哪整来这 罚茶叶 用茶辱糊弄人 把这壶又摔了 伙计刚要遍礼 他仰手就打 这俩伙计不敢招边 滋溜滋溜 钻到礼物去了 爱虎一看 岂有此理 这事太不讲理了 光天化日 是千坤朗朗 你跑这找什么毛病 所作所为 实在是欺人太善 爱虎就站起来 可马龙呢 比较沉稳 他赶紧一恩爱虎 让他坐下 许他 手管闲事 咱们有咱们的事 这又何必呢 太欺负人了 他欺负人肯定有原因的 不然不能 跟咱有什么关系 他们俩小时候这么一嘀咕 大概被这人听见了 这人把腿在椅子上撤下来 就来到爱虎三人进前 爱虎以为他要打仗 就做好了准备了 但这人没那么做 冲着爱虎三位 一抱拳 三位 是不是你们感觉着 我这人太粗颜了 我太不讲理了 大概你们三位 对我也不满意 实则不然 我一不分 二没啥 我也没喝多 可我为什么来找茬 这有缘景 是他们逼的 他们都要把我逼疯了 故此 我今天才来报复 哦 爱虎说 你别吵吵 有话咱慢慢说 我们三位也是交朋友的人 究竟谁比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能不能给我们讲述明白 让我们心里也痛快痛快 可以 这位也不见外 拉了把椅子 挨着挨虎坐下了 你们三位尊姓大名 我不知道 但是看三位一表堂堂 绝非等贤之位 因此我愿意说说 我心里痛快痛快 我呀 叫闹海云龙 胡小记 为什么有这么个名呢 我在岳州北门外 船上干活 祖祖辈辈都是使船的 靠着渡人打鱼为生 因为我经常在水里边待着 会点水性 故此别人给我送了这么个美称 半年前 我挣了一笔银子 不太多 四十多两吧 有些朋友叫我请客 下好齐春元开张 我们就来了 明明我是四十两银子 存进他的圆门 结果我们溜达完了 回了一曲银子 差了一半 你说欺负人不欺负人呢 剩下不足二十两 后来大伙说我记错了 你说我怎么能记错呢 我越想越憋屈 把剩下二十两银子拿回去 一看呢 叫人给换了 变成了假信的银子 三位请想 这银子就存在银子 积存员了 没换地方 无故又少 又换银子 这是干的 当然 我就找他们算账 就这样 我领俩人 回来找他们 他们这个圆主 就宾贴塔催龙 哈 这小子比兔一巴狗还行 登脸就骂人 举手就打人 不但不承认这个事 把我们三个人 还一顿啪 走完了还不说 这崔龙 要用明帖 把我们送到 越州知府衙门 这高官 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 不知受了多少会 这是一面的官司 说我们血口喷人 就这样 判处我半年徒刑 把我投进大牢 我所有的家底 全都没收归功 实不相瞒 我这是刚从监狱里出来 我用耳朵一摸呀 类似我这情况的 不在少数 这就说明 齐春元的原祖是个贼 这齐春元是个贼窝子 他们跟官府串从一气 敲诈民财 我是官棍撂脚汉 我怕这个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人生一世 为的是一口气 这气不出 我枉为人 这次我来 就是找茬来的 非出这口气不可 我那口袋里装的 都是碎砖破瓦 但是我就得饿他 他不照价赔偿 我们就完不了 诚然 我也知道我惹不起他们 我有条命 在这听着得了呗 三杯 你们给评评理 倘若你们当中 有人受的这种欺负 能玩得了 玩不了 哦 龙虎抱哥仨 互相看了一眼 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要咋抱不平啊 你得调查调查 像爱虎那脾气 崩下上来了 不管清红造白 要把这人捶不一顿 你说这人多冤呢 爱虎很同情 一看这个人说话 再理 你叫什么 我叫胡小记 哦 我看这样吧 冤有头战有主吗 你刚才说 这里冤主叫崔龙 人送绰号冰铁塔 那你就找崔龙算账 你何必打他手下的火镜 看你刚才所作所为 要不了解内情的 就认为你耍酒疯 做的太过分 哎呀三位啊 我想找崔龙 我哪找去 我不是没找过 这小子不抄面 我只好这么折腾 打了他手下的人 他才能出来呢 不然的话 我见不着他的影子 哦是这么回事 正说着 就听园门外 又有人喊了一嗓子 哎 给爷爷存上 又来了 爱胡甩脸望 园门观看 来了个紫面大汉 拱着帮子 穿着彩裤 第一 蹬着靴子 手里拎着把小扎刀 喝酒喝的太多了 连臂乐腮的胡子都搭了下来了 眼角往上立着 眼珠子起着红线 别看这样 这人岁数也不大 智多也就二十刚出头 手里边也拎着个大口袋 哎 胡一看好学没乐呢 心说这都跟谁学的都一样啊 就见这主来的原文 足弄来的 给我存上 我这一口袋都是金豆子 等爷爷溜的完了 我来领来 少一粒 我把你们齐春圆给烧了 哎 哎 哈哈 存上 存上 门口给登了记 把这位放下来 这位一眼 就看见爱胡三人 和闹海云龙胡小记 他也没溜的 拎着小杂刀 就进了水上饭馆 到饭馆 一脚把桌子踢翻了 要带火箭里面滚出去 爷爷饿了 我要吃饭 那火箭不敢出来了 聊聊 往往一看 我的娘呢 怎么今儿个都来这号的主顾 他不出来还不行 李老远的就哈了腰了 爷爷 你想吃点什么 您吩咐下去 要什么 我要什么 你们的好菜 样样我都想吃 给我做 哎哎 现在就做 火箭战战兢兢过来 把桌扶起来 筷子吃底摆上 刚做了饲养 采放这一排 这位提笔子 闻了闻 做点什么 你们就拿这个骗人吧 吹你娘的 哇 全给摔了 伙计下的不敢露面了 这组围着屋转了两圈 看了看爱护仨人 又瞅瞅闹海 一龙胡小记 他过来 拍了拍胡小记的肩头 朋友 我瞅你好眼熟啊 胡小记看看他 我瞅你也怪眼熟 哦 想起来了 咱们在岳州大牢见过吧 我也是蹲肩坐狱的 对对对 胡小记频频点头 是是是 放风的时候咱们见过 哎呀 几位师不相瞒 我也是个苦 我孩子出身 自幼 无父无母 从河边长大的 就靠着扎猛的捞鱼 积攒了那么俩钱 你们想想容易吗 半年前 有些哥们弟兄叫我请客 上这逛七春园来 我怕钱带少了不够花 把我积攒的三十两银子都带来了 一进门的时候 一进门的时候他们说 金钱必须交贵保稳 否则丢了盖不负责 我一拼也对 把这钱就存成了 结果 结果溜达完了 一提这钱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对劲 本来三十两我记得清清楚楚 结果变成了二十两 我以为我算错了 把这二十两拿回家 就找人一辨认 还是假银子 闹了半天是假馅儿的 我就知道 都是齐春园的人 捣的鬼 我可不干了 找他们这一辨礼 他们就伸手了 把我一顿胖揍不说 还扭送到官府 这个狗官 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不容分说 把我重打了四十大碗 判了五个月的徒刑 在大牢里 我吃尽了苦头 现在齐满把我放出来了 各位请想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度香 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能完得了吗 我知道 到官府是讲不出理气的 我也豁出去了 因此今天 我又来到齐春园 我不找旁人 就要找那冰贴塔 把吹龙拼命 小侠爱虎 在水上饭馆 遇上点怪事 先遇上闹海云龙 又遇上个搅闹圆子的棒小伙子 爱虎啊 爱虎好乐 打得越热闹 他越高兴 还不怕把祸惹大了 爱虎这精神头就来了 拍了拍这小伙子的肩膀 老兄 贵姓啊 我呀 我是越州本地人呐 因为我个儿大 长这模样又不怎么样 人们给我送个戳号 叫开路鬼 我姓乔 叫乔宾 哦 我有话慢慢说 来咱来 坐坐坐 爱虎顺手拉拔椅子 让他坐下 详细一问 跟胡小记所遭所欲 类似 可以断定 齐春园的掌柜的 这个园主冰贴塔催龙 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他用其他的手段 敲诈民财 这跟土匪 民抢民夺 虽然手段上不同 实质 一样恶劣 爱虎点了点头 我说二位 你们想一想 你们要真把 冰铁塔催龙惹翻了 你们俩能嫁得住吗 我们喝出这条命去 他正在说着呢 可了不得了 就听齐春园的园门 一阵大乱 有人扯嗓子高喊 想起来 不卖票了 今天我们要封闭园林 有溜达的 赶紧撤出 我们这有事 赶紧撤出啊 那门票留着 下次溜的还有效 有人呢 怕园子大 逛园林里听不见 到处筛罗 到处喊叫 有些溜达玩的 都害了怕了 呼啰啰啰啰啰啰啰 都撤出去 没有半顿饭的功夫 齐春园是冷冷清清 守园林门的 把大门也锁上了 爱虎名的 要干的 果不出所料 时间不大 就见从甲山那面 来了一伙人 租能有三四十号 呼啰啰啰啰啰啰啰 为首的是个大人 气冲冲来到水上饭馆 他可没进饭馆 就在人工湖的汉岸上 平身站住了 其中有个人 身高一丈挂力 昏昏的肩膀 真像半截黑塔相似 看年纪四十岁左右 手里拿着桑皮纸的大扇子 俩眼贼光四射 在他的身后 转出一个哑脖子里 这家有点草包肚子 挖圈腿 手里头拎着三结棍 用手扁止水上饭馆 高声叫阵 哎 里面还挺着 没两个小 他妈活地呗 跑到这找茬来 滚出来 你不想拼命吗 把你的狗命 掀出来 我们原主在此 有种的滚出来 闹海云中胡小记和开了尾 乔冰 嗔嗔 就站起来 冲着爱虎三人一抱拳 三位 来了 今儿个我们求的就是这个 三位少做 你们看个热闹 告辞 这俩人说着话劈刀 出了水上饭馆 转过曲桥 奔冰帖塔催龙 这一会儿就来了 哎呀 小侠戏说够呛啊 这两个人 有什么能力 就凭着年轻 有把力气 借着这个酒劲 要拼命 你得会两下子 况且 人家来了那么多人 一人一拳 一人一腿 也把你们打扁会儿 龙虎豹一伤 不能袖手不管 今天要报答这个不平 给本地老百姓出害 哥儿仨闪掉外衣 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了 但是不到关键时刻 他们不动手 也不吃也不喝 拔窗矿 在这看热闹 单说闹海 晕龙虎小记 和开了尾 敲壁 来到冰铁塔催龙 进前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半天 点了点头 嗯 是你 你是不是 冰铁塔催龙 这催龙 怎么个打法 是单打独斗 是群殴 是让大爷 我陪你们走起他 说吧 闹海云龙虎小记 火望上撞 让开了尾小兵 在旁边关阵 拎刀他就蹦回来 姓崔的 冤有头 债有毒 我找的就是你 什么群殴 什么叫毒斗 你招刀吧 你 斜肩铲背 就是一刀 催龙 稳当当的 往后一撤步 这一刀就走空了 那个牙脖子 拎着三截棍冲上来 他啪 用三截棍 把胡小记的刀架住 二人就站在一口 你别看这牙脖子 长得不怎么样 手底下挺干净 把三截棍无动不飞 正碰胡小记刀着 这刀没有三截棍沉 胡小记一个没留神 哎呀 刀飞了 闹海晕龙见识不好 转身去取刀 没注意脚底下 被这公鸭嗓 使了个扫堂腿 正蹬在脚面上 胡小记站立不稳 就摔倒在地 这牙脖子 举起三截棍 恶狠狠 奔胡小记 后脑便打 仰看三截棍落下来了 啪 一声响亮 被开路鬼 乔斌 用小扎刀给架住 对 西吾的猖狂 爷爷在此 这乔斌 跟公鸭桑站在一块 摧龙在旁边 扇着扇子 笑呵呵看着 根本就没伸手 你看开路鬼 乔斌 扎活的挺胸 等身上手了 打不惯人家 五六个回合 刀 飞了 被人家 一三截棍 抽到屁股蛋子上 摔倒在地 可这时 闹海 与弄胡小记 把刀捡回来 双手捧刀 分心就刺 结果两个人 双战甲脖子 仨人打了个 冰字形 冰铁把催龙 在旁边一看 这两个 不知死的鬼呀 算了 别耽误时间了 弟兄们 有 有 都过去 把他们给我 剁成肉县 是身手的 本原主 刀有赏 咋下 冲啊 上 三四十人 各拉刀 抢棍棒 就冲上来 忽然 把俩人给包围了 本来这俩人 就敌不住 这么多人上来 不要了命了 爱虎 看你真切 哎呦 不好 哥哥兄弟 冲 这哥尔萨 飞身 跳上曲桥 查眼的功夫 来到出事地点 爱虎 把掌中 刀一晃 高声 段特 呆 而能 修得以多为胜 毛家 在此 打 爱虎 帮助这两位 五个人 跟崔龙手下的人 站在一处 有爱虎 在里面 这事还好得了吗 方才咱说了 这小侠客 不计后果 事情越闹得大 还越痛快 把这把刀 轮开 他就下了绝情了 眨眼的功夫 哎呦 噗噗噗 啊 噗噗噗噗噗噗 让爱虎 就砍倒了十三个 脑瓜滚滚 死尸横卧 血溅沙滩 冰铁塔催龙一看 呦 不好 从哪冒出 这么个小子 看这意思 受过名人的传授 高人的指点 我要不伸手 我们这两人 都得叫他包园了 他赶紧甩掉外衣 抄起一条铜棍 就冲上来 敌住了小侠爱虎 那四个人 一看 占了便宜了 精神倍增 哎 也来了劲了 所以他们就 占了上风了 但是爱虎 跟冰铁塔催龙 两人一交手 爱虎大吃了一惊 这才知道 这个催龙 是个飞贼 这条大跪 无动无飞 呼呼挂疯 要不加小心 今天飞吃亏不可 两个人正在决斗的时候 你说这事怪不怪 催龙把大跪 已经举起来了 我 棍子没落下来 哎 我一看怎么个差 就见催龙俩眼望上一翻 身子一颖 肩膀抖了三走 哭 通通通 咧 咧 咧 央面摔倒 大棍 撒手 再一看 崔龙的耿嗓咽喉 那盯着一只绣剑 这只绣剑呢 扎进有一半 外面露着一半 冒着黑滋涩的血 崔龙已经崛起身亡 从甲山石头头 还飞出不少石头子的 这石头子打的那个准就甭皮了 专打人的鼻梁舞 这块骨头最怕碰 打的这个脆块劲 啪哑啪啪啪 这帮人招架不住是四三奔逃 就剩下爱护五个人了 小霞心中纳闷 莫非天助我成功不成 这谁看的 可转到甲山时候一看 空屋一人 那甭问是神仙帮忙 爱虎对天一败 看了看脚下都是死尸啊 哎呀 爱虎脑袋有点清醒 跟他们四个一商议 人命关天 咱们说崔龙是贼 咱是印象 一点证据都没有 据说崔龙跟本地的官府勾打连环 那官府势必出面干预 那咱们可就受了罪了 看来岳州不是九呆之地 赶紧快跑 其实爱虎他们真猜对了 这么大的事情官府能不知道 早有人给送了信来 官府派出齐群 赶到齐春园 可是进了园子一找 五个人踪迹不见 他们已经出北门跑了 这齐群太后他拼命的阻呀 爱护他们拼命的跑 仗着这五个人 年轻 脚力也快 再说没有什么累赘 他们除了北门不到五里地 就专进山林 再找也找不着了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 他们趴在那儿没敢动 到了后半夜继续又跑 后来发现把官军给甩掉了 五个人长出了一口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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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累死了 累死了 五人找地面躺下来 休息半天 这才恢复点体力 然后五个人凑在一块 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爱护说 四伯爷 咱们捅了大楼子了 我也没仔细数 大概咱们整死有十好几个了 那官府非得通缉 捉拿咱不可 咱们脚下这地方也不保险啊 这四个人心也慌了 那一你说咱怎么办 我说你们二位 一个胡小记一个乔宾 知道我是谁了 恩公 光知道您帮了我们的忙了 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呢 也没来得及问呢 我呀 姓爱我叫爱护 我是开封府的 啊 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小侠爱护 然也 哎呀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怪不您那么大的能力 情商受我等一拜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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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败不败这都是小事 你们知道知道我是谁就行了 我给出这么个主意吧 现在我们哥仨 正在寻找大人盐茶伞 你们听说过盐茶伞吗 听说过 那盐的人的名气更大了 盐的人丢了 叫个沈中原呢 给背跑了 现在落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假如说 要把大人给找着 咱们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如实地一讲 那钦差大人肯定得向着咱们 你算他带天寻守 如震清临 二号皇上 他要给咱们做主 笔尖那么一挂的 这官司就了了 为今之计 我们五个人 就得下大功夫 寻找大人 不然的话 咱们这官司解决不了 你们说呢 对 有理有理 那这么大个世界 咱这哪找去 就说呀 咱们就耐心找呗 不过呢 暂时下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离岳州近了 对咱们都没有好处 落到官府手里头 咱虽遭罪不可 就这样 让他们商量好了 第二天启程 可走出一天来 张豹和马龙 两人只皱眉头 嗨声叹气 爱虎就问 哥哥兄弟 你们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说说也让我明白明白 兄弟哥哥 是这么回事 你看你 你是开封府的官人 一心无挂 找着大人了 你讲话了 比尖一挂的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官司了了 可我们哥俩跟你情况不同啊 大人根本就不认识我们 当然了 你得给说好话 就即使说好话 大人能不能给我们做主 我们心里没疲 这是一 另外呢 你是知道的 我们张家庄 我们张家庄 还有不少财产呢 张家庄属岳州管 一代 官府知道我们的底细 把家产就得充公啊 这玩意多叫人心疼啊 方才我们哥俩商议 打算抽个空 回家去一趟 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 能多烙点银子就多烙点 这就算捡着了 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 再跟你去找大人 不知你意下如何 哎呦 温婷把脑袋一捕了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那钱算个什么 有人就有一切 钱是人挣的 你们光贪恋那点财产 一旦回去遇上官府的人 怎么办 说不定这会儿 越州已经派去兵马 正在抓你们 不能 哪能那么快呢 他光调查也得调查一阵子 他又不是神仙 我说兄弟 你就答应了 我们回去一趟 哎 回想 你这玩意还不能强人所难 我就非得叫他们俩放弃财产 将来落了埋怨怎么办 哎呦 我想了想 好吧 既然你们哥俩不怕出事 我也就不劝了 那你们回去处理这财产 什么时候回来 咱在哪碰头呢 就那你不是说 武昌府是公馆吗 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信 都到武昌府吗 这么办吧 我们俩处理完财产 星夜赶奔武昌公馆 咱们弟兄不见不散 好吧 一言为定 二位千万保重了 要觉着情况不妙 什么都不要了 就到公馆去找我 哎哎 张报马龙 跟爱虎辞别 回家去 即使他们要不回家 什么事没有 这俩人沾世泽迷 不听爱虎的鬼圈 这一回去就掉进龙潭虎去 按下他俩不说 但说爱虎 虽然说跟这哥俩分开了 眼前还有俩人呢 闹海云龙虎小义和开路鬼敲兵呢 这俩人光棍撂小汉 走到哪儿 没有什么牵挂 一心一意地跟着爱虎 所以爱虎领着他们 继续寻找炎的人 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 从前爱虎挺着腰板 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理直气壮 自从谈了这个人命官司 挨回点害怕 恐怕岳州发下海捕公文 对自己不利 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千亏呀 尽量回避就回避一下 所以不敢走大城市 竟转一些荒庇的山村小镇 单说这一天 日头往西转 仨人极长鹿鹿 闹海云龙胡小记 直咧嘴 开路为乔兵 也直呲牙 跟爱虎商量 我们俩实在走不动了 咱是不是找座店房住去 好好喂喂肚子 嗯 我跟你们俩也没啥区别 哎 看 前面好像是个大阵面 小哥仨登高一望 可不是 离这不远 黑呀呀雾沉沉 有一座大庄镇 爱虎心说 多少日子 没到这么大的地方 真哥我们就那么倒霉 进镇店就能遇上官兵 不见得 不如啊 今天仗着胆子 到镇店里头 找一座大店 舒舒服服睡他一觉 吃点好东西 多喝点酒 好好的缓缓 喝啥商量好了 下这个土坡 直奔镇店 等到了金钱才看清楚 这大镇店 足有一千多户人家 南北一趟大街 东西的店面铺 尤其这会儿 该回家的回家 该收工的收工 该打电的打电 正是热门的事 这街上 车水马龙 人烟愁密 哥尔萨就进到镇店口了 有一条护庄河 上它是石板桥 他们过来石板桥 往庄村口一看 有一棵大灰树 这棵大树 长得枝叶茂盛 好像一把天然的大伞相似 在树下围着那么一百多人 都敲着脚探头缩脑的 往里边看 爱护他们仨 都是年轻人 好奇之心 人皆有之 不知里边围的是什么 所以哥尔萨也站在人群之后 敲脚望里看 不看则可 一看 巨是已了